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第四季的Gender Study Seminar 已经办了多少期了 再加上Sharleen刘老师的分享和黄淑珍教授的分享 一共办了17期了 这次是第18期的活动 然后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公益组织 我们公益组织叫United Proud Women 目前在各大这些social media上面都有presence 然后有很多微信的社群 最近又变多了 然后比较popular的是很多的地区社群 然后现在像workout群也在办很多的活动 然后在组织大家健身 然后还有周周在这里组织了这个art and design的群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骄傲的妈妈社群和danger zone danger zone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叫乱叫的女童 在组织大家在里面搞一些比较provokative的这些信息 大家也可以加入大家如果想要加各大微信社群的话就去加这个upwpenguin 这个人会把你们拉到你们想去的这些社群里面 然后这是列表 然后请大家多关注一下instagram 因为所有的信息都会在instagram上面发布 不像小红书经常发的就会被封 然后就只能打一些插边或者写一些就看起来不相关的内容 然后在里面夹带一些私货 但是在美国的这些公众号平台上面还是会比较规律的更新我们的很多的活动内容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是欧洲region的在组织一次观影 是叫初步举证 是一个之前演Killing Eve的演员叫Jody Calmer演的 所以也特别好 强烈大家推荐一起去 如果可以跟得上这个欧洲史去的话 然后大家可以关注小红书账号 因为小红书账号上面有一些很逗的人 每天再更新一些非常有趣的内容 然后这个是上一次黄书贞教授给大家的这个interview call 因为黄书贞教授最近刚加入了 加入了我们成为Appleman的导师 所以他最近在做一个LGBTQ相关的研究 在招募一些性少数群体的女性在美国的都可以去sign up 然后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gift card of $30的同时 还可以跟两位教授聊聊天 就非常pleasant的一个experience 然后我们下面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 我们就把这个floor交给Ringo 好的 我们这similar已经现在进行到第四季了 相信之前有来参加的朋友 已经对这个safe brave space agreement相当熟悉了 所以就简单的先过一下 首先我们希望大家都能assume positive intent 然后keep confidentiality 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community是一个safe and exclusive forum for sexual minority women 然后希望大家也尊重各位的身份认同 然后多多practice self-care 然后如果有任何triggering的内容的话 也欢迎随时离开 然后希望大家一起sharing learning and growing 然后在开始任何对话或者讨论前 希望大家能自我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和自己使用的pronounce 欢迎大家随时chime in 然后什么时候打断或提问或者讨论都是欢迎 也可以积极使用zoom的这个举手功能 然后现在也让雨昕来介绍一下 接下来会有的一些非常重量级的活动 因为我实在是被Tani Barlow教授圈本了 所以那就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教授真的是鼻祖式的这个中国女权研究的这种鼻祖式的人物 然后她是当时王正和戴景怀教授 就跟他们都有很多的这些联系 然后也对他们的研究有深深的影响 之前在第二期的时候读过她的两本书 然后她在十月中旬的时候会来做我们的这个guest lecture 到时候请大家务必来听 因为真的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跟教授直接对话 真的是第一 seminar to go to 如果你之前从来没来的话 至少来这一期 真的不容错过 好的 接下来还是依照惯例 请Tori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Tori 然后我现在在Universal British Columbia EBC 读博士在文革华 然后我读的领域是社会学 然后我的研究兴趣大概包括gender sexuality 尤其是LGBTQ plus的这个group 还有就是migration和social theory 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博士论文的研究 就是关于LGBTQ华人在北美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的经历 然后我的教育背景 我本科是Universal Virginia毕业的 然后我当时学的是历史 后来就在Masters的时候转到了社会学 然后就一直在读社会学读到了现在 然后我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Lingo现在住在南加州 然后也就是我们阿婆们这个community的最早的大本营 然后我是这本科的course assistant 然后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欢迎在微信群或者在Zoom里提问 我们都会积极的关注chat里的评论的 好的那接下来首先想请Tori老师对整个第四季做一个preview 好的第四季我们主要的这个讨论的话题是身体的body和关于body的一系列embodyment 或者是这个physical的身体或者是感情等等的这些话题 然后我们比如说在前两期呢会着重在讲一些比较稍微讲concrete一点的关于body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gender的embodyment 就是看女性的身体啊 还有以及就是身体就是这个性别的性别的差异 在比如说在Berdue的文章中是怎么被discuss的 然后呢接下来就会讨论到一些具体的 比如说这个关于PMS啊 就是来大姨妈的这个讨论啊 还有就是这个关于身体一些body image啊 比如说coming out as fat啊等等这些讨论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更abstract的讨论一些关于body在这个资本主义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 比如说资本主义是怎么manage我们的body 怎么manage我们的emotion的 然后呢最后呢我们把这个重点放到这个affect和disability里面 因为我们所谓的body很多时候有这种able bodiedness的一些偏见 所以我们就是在最后一期会讨论到比如说disability 怎么样challenge了我们的body的看法 这是我们对这是我们关于season4整个的一个overview 说到身体我想先cue一下 off woman的另外一个关于healthcare的活动 我们晚上在这周日要进行一下 所以tory老师可以插播一个广告 我们让秋元来介绍一下她的活动 大家好我是那个upwoman群里的秋秋子 我们就是新建了一个healthcare群 然后我们群里面群有和一个群友和我一起组织了 这周末晚上 这周末晚上那个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很casual的一个小的一个闲聊会 然后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生物和医药领域的这个朋友 他们会分享自己的research的那种 就是自己research内容 还有就是大家都在干什么 就是看看大家就是医疗领域的女童都在干什么 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地方 或者说是可以给其他女童就是一些就是医药方面的帮助吧 就是我们我们现在暂时想的是搞一个就是教大家怎么看妇科病的 或者是对女性生殖系统的这样一个小的这种 但是我们还还没闹起来 所以说就是我们想看这周末就是这个讨论会进行的怎么样 然后后续在那个就是有这个兴趣的朋友 这周末可以来就是加入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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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邱元 大家可以来聘那个直接在seminar群里 如果感兴趣的话说一声 然后我之后也会发 所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正题部分 好的那呼应一下刚才的preview内容 相信Tori老师再介绍一下这个整一个季度呼应的从容院中的一个主题 首先关于这整个季的主题呢 我一个比较想提出的这个一个theme就是关于agency和versus structure的一个debate 当然这个如果学生文学的朋友可能您听说过这个debate 就是感觉是一个duality 一方面我们有这个social structure 是一个比较constraining的social force 然后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呀等等等等 但是同时呢我们作为个体又有很多这个自主权 主观能动性的那个词叫就是agency 然后呢就是比如说在body的这个discussion中 agency和social structure到底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比较overarching的theme 比如说当我们在讨论到说比如说整容啊 或者是当我们在讨论到自己对自己身体做出的一些行为等等 我们是真正真的是在exercise我们自己的agency呢 我们这个是虽然是一个自主的行为 但是它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implication呢 以及说这个我们在这个social structure 在这个power structure中这样的一些行为是背后 有什么样的social force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也是我想在第一期提出的一个theme 然后让大家可以之后多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 之后比如说我们讨论到capitalism 还有讨论到这个patriarchy 今天我们就会讨论到patriarchy 比如说然后在这个的在这些context下 这个social structure是怎么影响我们的agency和choice 对然后这个关于今天的specifically的offline 就是想给大家尽量介绍比较diverse perspectives and ways to think about body 比如说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文章 其实他们都是就是不管是写的年代 还是他们的这个领域都是比较diverse的 然后这个里面也会涉及到比如说relations of power 然后phenomenology然后还有economy等等这些话题 他们看起来可能是loosely connected 但是就是这个intention就是想给大家说介绍更多的角度 然后让我们去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身体的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也是作为第一期 想给大家多对就是介绍多一点perspective等等等等 然后并且给大家跟大家讨论说这个当我们在讨论身体的时候 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然后这个身体到底是怎么样 和就是social structure和社会结构啊 还有一些比较大的phenomena 比如说这个第三我们的第三篇一会会讨论到 就是身体和这个经济 比如说这个亚洲的崛起 versus这个西方的衰落呀等等等等 这些非常宏观的phenomena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然后以及这些phenomena是怎么在个人的身体中体现的 所以是一个比较理想见大的这个perspective 好的那接下来就我们先进行进入到第一篇文章的讨论 首先想请Tori简单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 好的这篇的作者是非常大名鼎鼎的这个Burdue 这个应该学术界的很多人应该都听说过这个名字 他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这个社会学家之一了 应该甚至说没有之一 他产生的影响力感觉是非常非常深远 然后比如说不仅在社会学 虽然他是他本身是一个社会学家 但是比如说他在教育学呀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文社科呀等等的 都有很多他理论的一些应用 然后Burdue呢他是一个他是有一个比较马克思稍微比较马克思特的一点点perspective 或者说他经常是有和马克思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 比如说他的这个关于capital的一些理论啊 还有他对一些power的理解 然后他对于这个struggle啊 social struggle啊等等等等的理解 然后他是啊 还有什么就是 呀他他在哲他的他的啊 理论在哲学跟哲学的也有很多对话 比如说今天我们谈了到的 比如说symbolic violence啊等等等等 也是跟比如说拉康的一些term 有一些啊稍微有一些overlap 啊呀这就是关于Burdue的介绍 我们如果看了这文章的同学 就是可以更啊了解到他的思想 那首先是来评文章的第一个小标题啊 或者主要的概念就是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odies 啊那就请Tory老师开始啊回到自己的舞台 好的嗯对我们先从这个这个也是这个这个逻辑顺序 可能也是跟文章的逻辑顺序是比较像的 我们assign的这个chapter1的一些小标题 然后呢Burdue是先从这个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odies 谈起然后他谈到了说我们现在啊就是 male和female之间就是啊历史以来一直都是有 认为有这种gender或者是sex的difference的 比如说我们可能联想到什么男性是比较有力量的 一个形象啊或者是女性是比较所谓的passive的一个 形象啊等等等等这些gender stereotype 背后它是一直有史以来一直存在的这么一个现象 然后他啊Burdue学到这个study的这个society呢 是一个啊叫什么cobile society的这个culture 然后他也是比较古老的一个文明 然后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谈论说 在这个社会中啊没有和female的difference 有什么和power有什么样的联系 然后他首先提出第一点呢就是说这个division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exist in the cosmos of oppositions 比如说up and down light and dark等等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gender difference 它不仅仅是在男女之间有这么一个binary的difference 而是说它的这个difference其实是exist in condensum with其他的啊其他的啊就是很多不同的oppositions 比如说我们在最空间的一些感知up and down 然后或者是说对于啊整体对于世界的 有些颜色是dark有些颜色是light等等等等的 然后这些都被map到了一些啊 啊性别的difference和opposition上 比如说很多啊这个看到这个up and down 我就想到了之前的一个什么啊 女德讲师说的什么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啊 等等等等这样的话 然后感觉也是在mapping这个gender difference to a certain这种natural difference 有一个是天什么一个是地啊 或者是说这个light and dark的话 那可能说比如说讲到肤色的话 那男的可能是被认为是肤色是比较深的这个 或者说深色的肤色是masculinity的一个象征 但是呢比如说比较白的这个就是女性的一个象征 比如说这个这个pop culture里面所说的这种所谓的白富美 那白就是一个femininity非常重要的一个标签 但不一定这个就apply to男的 所以说他的这个性别的这个difference 是和一系列自然的difference 被联系起来了 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被联系起来之后呢 那这个这个是这些biological和anatomical difference 就appear as natural justification of the socially constructed difference between gender and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当我们把性别的这些difference都map到 一一对应到了这些比如说自然的一些difference中 然后那这个身体的这些difference就变成非常自然的一种存在 它就是毋庸置疑的 比如说什么天和地 那它就是有区别的我们认为 那所以gender的这些difference也同时被这些 这些difference被neutralized的 然后被变看作成一个自然的产物 而不是说一个power structure 一个权力结构的产物 然后呢这些 Berdil在文章中举了个例子 比如说在agriculture在这个文明中 然后这些农业的一些词汇 它就反映了的是一些男性和女性的生理的特征 比如说这个swelling啊 erection fertility等等等等 它都是一个非常gender的现象 比如说春天了 这个我不知道大地就是可以被耕种了等等 然后或者是说这个土壤非常的肥沃 说这些的时候 其实我们背后的也是有一个非常gender的image 比如说大地是非常肥沃的这个image 然后就大家可以联想到女性的fertility 然后versus比如说那谁是这个作为耕种的人呢 这个比较active versus一个passive的区别 就是男性啊 当然这个traditionally farmer 也是比较男性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就是男性和女性之间一个active和passive的 这个联系在agriculture在日常的生产过程中 还有在很多其他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体现 然后呢 他又之后谈到了一个例子 说是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讨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中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啊 那这个区别是自然存在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比如说男性和女性就是有不同的这个生理的性器官 对吧 这个一个是penus versus vagina等等等等的 然后但是呢 这个就是 我就又看了一下历史的这个例子 看比如说vagina和这个clytherus 在历史的过程中 它是怎么被科学家conceptualized的 然后就发现了说 这在19世纪的时候呢 这个female的sex organs 这些生理的器官会被认为是男性的一个inversion 比如说男性的 它是在外面的 然后它是这样的形状 然后女性呢 它是说在内部的 然后反映了差不多的形状 它是一个有点像 一个在外部 一个是内部 也反映了就是男性所谓男主外 女主内所谓的这么一个social的distinction 然后呢 当然很多时候 在19世纪的时候 科学家也不清楚 这个clytherus 它到底起了什么样的功能 因为它历史以来一直是认为 比如说vagina 它起了比较重要的 在生殖的过程中 起了一个非常重要功能 然后它也是 看起来是在 是男性的一个inversion 只不过在内部而已 就是向内生长的 但是呢 clytherus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呢 然后它到底在 比如说这个 sexual act中 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 其实一直是被underexplored 直到非常近代 然后科学家才发现了 哦原来clytherus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它看起来没有很 就是在传统的意义上 看起来就是 在sexual act中没有很 起出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我们对这个 两性的生殖器官 其实我们的认知 一直也是被不断的刷新 然后被不断的探索的 然后这个关于 关于大家 关于科学家怎么认知 就是怎么去看待这个 不同性别的 不同的器官等等 也是被这个 social distinction影响的 比如说男性 它就是历史以来起了一个 比较active的social role 比如说它是这个 要进行劳作呀 等等等等的 然后女性一直是 被认为是passive的 然后这个也被map到 这个比如说 性交的过程中 然后大家认为 男性是比较active的那方 女性就是passive的那方 等等等等 这些例子呢 都是反映了说 其实我们所认为的 就是非常天然的 这些sex difference呢 其实更多的是 social way constructed 所以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bodies 就是说想在这里暂停一下 然后看 大家听完这一页的讲 结束之后呢 想到什么 由社会建构的 却显得很自然的 两性的区别 我看chat里也有 点点老师和于决老师 讲提到的一些例子 欢迎大家开麦 分享一下 我比较能想到的例子 就是什么 我就之前在学那个 mechanics 然后它里边就是连那个 螺丝 就有那个螺丝 里边有空的 然后还有那个螺丝 是就扎进去的 然后他们就叫 male和female female head和male head 就是觉得很扯 就是这种东西 就是只要是duella 只要有两个 它就很naturally的 骂不到了男的和女的 就out of nowhere 就是只要是两个 它就一定得去是 对号入作 就很奇怪 点点老师要发言吗 我对于心里说的 这个也很有共鸣 我刚了解到 这个螺丝叫法 是这样的时候 我也很震惊 但后来想想中文里 其实好像也这么叫 就是 是吧 叫螺丁和螺母 分子和分母的 那个母 它都得是在下边 这个是在 Berdil找的这个图 在根据那个 比较原始的部落 就是这个部落 好像跟现代社会 没什么关系 因为它主要 它就是avoid了 像Greek 有这样Greek influence 它就是想avoid 那整个lineage 就是想让大家 避免就是说 这都是来源于 一个同根的 然后它就找了一个 比较isolated 然后结果发现 它还有这样的 Gender Interpretation 它就不是只是 在一个 一个specific的 isolated的social group 而是就是 可能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是的 是的 然后并且它可能 是一个比较久远的 所以它就来 看这个到底是 怎么 这种 这种gender difference 和这种 sexual construction 是怎么exist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cross time and space 的一个存在 接下来也是继续 这个social construction of bodies的话题 然后呢 就是刚才 我们已经讨论了 非常多 比如说 我觉得这个 罗丁和罗姆的 这个例子 就非常的好 我记得某一个 什么现在的一些 电脑接口 还是插头 什么的 也有这种 distinction 所以呢 当这些 这些非常二元 分立的东西 然后已经 vap到我们 日常生活的 方方面 比如说 在一些工具 什么 罗丁和罗母啊 等等等等 这些 已经渗透在了 每一个方面的时候呢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Berdil就提出来说 这个natural 的attitude 或者他的 或者用他的词 就是这个doxic doxic experience 就是代表 这种concordance between the objective 和cognitive structures 比如说objective的话 他举的这个例子 说是 就是在那个文明中 这个房子 它的每一部分 都是gender的 或者是sex的 比如说 好像说 好像衡量 还是什么代表的 就是所谓的 比较女性化的 然后这个 纵的这个柱子 就是比较男性化的 然后还有包括 我们在很多语言中 尤其是欧洲的一些语系 然后每一个词 它也都是有 男性和女性的分别的 然后呢 然后这种cognitive的方面呢 指的更多的就是 schemes of perception and thought 比如说我们到底是怎么去 我们的整个世界观 我们是认为 两性之间的关系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谓的 比如说gender ideology 还有说我们到底是怎么 conceptualize male female 等等等等 在我们mentally的 这么一个structure 它其实是对应了 很多被objectified的state的 对所以有了这种 一一对应的关系呢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就不会去question说 为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用 这个工具的时候 用罗丁和罗母的时候 我们就很少会去想 为什么这个叫罗丁 为什么这个叫罗母 为什么那个叫罗丁 然后并且想很多 而是说更多的是 就是把它非常自然 成习惯的 就是这么使用 并且这么认知的 所以说这个就是 形容了一种状态 这种状态就是 naturalized difference inscribed in objectivity 然后social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在这个时候 就变得非常的obscure 我们就很难去看到 比如说罗丁和罗母之间 它看起来是两个 就是只是工具而已 没有什么 这个relation of domination 但是呢 它背后反映的是 一种gendered的 gendered ideology 是一种social relation of domination 比如说男性 和对于女性的压迫 然后以及这个 整个的这种gendered system 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它在这种日常生活的使用 和这种 这种mapping of objective versus cognitive structure 这个natural attitude 中就变得没有那么明显了 然后呢 与此同时呢 这背后又有一个说 这个circular causality 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在 比如说跟一些 就是家长 或者是 其他的一些人讨论说 那我现在说这个性别之间 应该是平等的 它们不应该有什么区别 那他们就会反过来 给我举一个 举很多例子 比如说啊 你看男女有别 这个是在自然界中 也到无处 不在的 然后在很多自然界中 什么所谓的性别 有区别的例子 然后这个呢 就会被认为是一个 支持这个论点的论据 就支持说男女有别 它本来就应该存在 天生就应该存在的论据 所以呢 这个背后的逻辑关系 就是它 因为这些 所谓男女有别的观点 产生了一系列的这些 我们看世界的方式啊 等等等等的 比如说罗丁和罗姆 就是based on这个gender的 但是同与此同时 这些就会又被认为 是支撑这个论点的 一些论据 所以这个就形成了 一个逻辑的闭环 然后变得非常难 去challenge它的存在 就是当 每次当这个 自然界中的一些事情 被map到一些 social relation的事情 并且作为它 what legitimates this relation of domination 的时候 这个domination就变得 非常难以挑战 那么Bordeaux这本书的标题 就是masculine domination 然后想请 Tori老师来讲解一下 这个他在社会中 究竟观察到了 怎样的一种男性同志呢 是的 这个解释 接着刚才我们讨论的说 这是一种domination的方法 最有效的domination呢 它从来不是 就是说我force你去做什么事情 或者说你每次 你每次做什么事情 都需要被强迫 然后都需要被这个power 从上到下的管制 而是说呢 就是当我们 当我们看待自然界 看待我们整个世界的方式 和这个relation of domination 它变成了一种aligned的state 那这种domination就更难以去发掘 并且最难以去挑战了 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这个整个power structure的情况下 这个there's diminished room for resistance 然后这个Bordeaux也举了很多的例子 比如说他说 这个女性在很多的 在这个文化里面 以及甚至我们知道 很多文化里面都会被认为 就是有这个女巫的这个历史 然后女巫呢 她就是rely on一些比较magic的东西 一些enchanted的东西 然后去反抗 去比如说害死一些 曾经对她不好的人啊 等等等等 然后女巫这个也是历史以来 一直被就是猎杀的一个部署啊 比如说在 在这个北美也有这个什么 thelum witch trail这种东西 所以呢 这个像 像所谓的这种magic啊 还有这种 这种intuition啊 等等 就会 这个是the weapons of the weak 然后这种weapons of the weak are always weak weapons 因为他们在这种权力结构的 影响下 就是只能去运用这些 被marginalized weapon去反抗 但是呢 在这个反抗的同时呢 就是这个权力的结构 也不会给他们很多的机会 去真正所谓挑起一些revolution 他们总是很多时候 是一个weak weapon 然后比如说 这个quote就是说 whatever they do women are condemned to furnish the proof of their malign nature to justify the taboo and prejudice that they incur by virtue of their essential mealous business social reality that produces domination often confirms the representation that domination invokes in order to justify itself 那比如说这个 在男权社会下 就会认为女性 她天生就是 比较邪恶的 比较比如说女巫啊 等等等等 她都是有一些 很坏的intention 然后这个是by nature 就存在的 然后呢 这个她总是会 以各种各样的方法 去证实她们 对于女性的这种看法 比如说抓到一个女巫 然后发现 证明她有罪 然后把她处死 然后说 that's like how the nature of women are 然后等等等等 这样的 然后这上甚至也 令我想起了一些 之前我们在 community building 的一些例子 比如说之前有一个 有一个男性 她在这里发言 说什么女性 女性对女性 总是最狠的呀 或者是这种女性 就是有点 suggest 女性by nature 她就是一个比较 所谓的心狠手辣呀 这样的一些 essentializing的一些例子 什么最 或者是邂逅语里面 所谓的什么 最独妇人心啊 等等等等 就是把女性 portray成这种 她inherently很坏 很恶毒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这样来说 她的一些反抗性的行为 是不是legitimate 她是一个 是这个女性 本来就很坏的一个体现 女性 再补充 比如说女性有的时候 就是在被压迫的情况下 反抗 然后就会被interpret 成一种madinus 就是疯女人 就是这个女人精神失常了 之类的 对 而且就我们就是骂人的这个 这个逻辑 就比如说像什么fact的这种词 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开会 就是我之前在trading floor 然后就老板直接拿了一叠纸 进来说 we just got raped 然后就把这叠纸放在桌上 然后就是 就像这种话 它其实都是在里面 有隐藏的这个两性之间的 就是男性的这个插入 就是一种比较aggressive 然后女性的就是被插入 就是变成了一种 weak的一种体现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就即使骂人 就或者这些最脏的紫尖 你想要反抗的一些 就是坏术也全都是 就是被这些东西渗透的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投尔老师 对听起来是一个很绝望的 Fature 也确实感觉 他的很多理论 就是更多的解释说 这个power到底是怎么 oppress 并且说 被不断的reinforce 被不断的reproduce 所以说我们到底 在这个情况中 怎么去反抗 当然他也说了说 这个他既然是构建于 symbolic system的一种 violence 是一种 对于 比如说对于自然的一些 interpretation 但是这个里面也有很多 我们可以去找他的一些 权力的漏洞 找他一些这个 symbolic order symbolic order 他虽然很powerful 但是他从来也不是 这个百分之百 fool proof的 然后他很多时候 是有很多feature 和很多host 然后我们所要去做的 就是去发掘这些 host和feature 然后从这些边边角角 去undermine 他的整个的 这个权力结构吧 相当于 他 我记得他举了一个例子 说这个 女性和男性的生殖器的讨论 说那既然男性的生殖器 一直会被认为是 所谓的比较active 比较powerful versus女性的是passive 没有力量 等等等等的 但是呢 这个在这个文化里面 也有一些女性 开始嘲讽一些男性 说啊 那这个男性的生殖器 他 他 他 不是很持久 对吧 这个可能过一会儿就不行了 然后 那这么的一个image 和他的一些idealize 他背后代表一些value 他其实是冲突的 但是我们女性的生殖器 就不一样 也不一定是生殖器吧 就是女性整体 它就是一个比较坚忍 比较long lasting 等等等等的一个形象 所以说 这个symbolic的这种 correspondence 它也不仅仅不是百分之百 完全没有漏洞的 你可以通过这些方式呢 去undermine 去挑战这么一套meaning system 就是把如何男性的生殖器 一直认为是最powerful 最active 最blahblahblah的 这是一个verdue的例子 当然大家也可以brainstorm 更多的例子 在我们过完之后 过完这整个关于verdue的讨论之后 去思考到底去怎么去 去counter这种symbolic violence 去counter这种 整个symbolic order的构建 对 就是说 先大概总结一下 就是说这个 刚才讲到的 这个relation of domination 它是怎么被naturalized 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 被legitimized的 然后呢 这个relation of domination 它其实是在身体中 就是在我们的embodiment中 都有很多的体现的 这个symbolic construction accompanies a profound and durable transformation of bodies and minds through a process of practical construction imposing a differentiated definition of the legitimate uses of the body 对 然后呢 它又举了一些例子 比如说 然后这个institution和这个rituals 一些仪式啊 这些社会的institution这种 结构啊 都对这种 都对这个embodyment of domination 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比如来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年轻有的在 在有些文化中 年轻的男孩 当他们有这个成年礼 所谓的 然后他们要经历过 这样一个仪式 然后比如说就 不可以再和妈妈 保持那么近的关系了呀 或者是说 爸爸带他们一起去 一些比较难 traditionally considered as male dominated the place 比如说market 等等 或者是打链呀 等等 然后让他们 进入这个所谓的成年男性的男性仪式 然后并且与此同时 把他们和女性的所有联系 并且他们自己身上女性的所有的气质都剥夺 然后给他们带一个什么 就是那种 有一个脚 然后有点代表男性生殖器的这种 那种 decoration啊 等等 都是这些 这个仪式的一部分 然后这就是表明说 institution在这个 embodyment of domination中 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然后呢 很多时候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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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gender apprenticeship 就是我们到底怎么去学会成为一个 proper的gender 怎么properly become feminine 或者properly become masculine 它是一个非常 tacit的东西 比如说女性的裙子 女性的很多衣服 它是非常有 就是 束缚性的 它是有很多constraints 然后这个hairstyle啊 等等 我们是通过这些 对身体的改变 还有身体的着装啊 等等 这些非常微小的details 然后来学会 我们怎么去become这种 idealized gender 男性或者是女性 然后given这些讨论 就是given这个embodyment of domination的讨论 或者就是举了一个这个所谓的女性第六感的这个例子 我想 所以想再次提问一下 大家就是不知道 如果阅读的朋友对这个例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或者是没有读的读reading的朋友可以来随便通过自己的这个perspective 或者是given我们已经cover的东西来分析一下这个所谓的女性第六感 它到底反映了一个怎样的现象 这个文章里面的观点是不是总结起来就是因为一个人他可能一直都在被oppress 然后所以他就很容易受受伤害 他就得比较比较注意观察周围的这些情况 如果发现比如说有危险的话 这样他自己才知道怎么可以保护自己 让自己minimize他自己所要受到的damage 之所以久而久之就会有更好的察言观色的能力 然后也从而就是所谓的这些第六感 或者就是更能感知别人比如说面部的微表情 或者就是所谓的read the air 然后这些也都是通过他长久以来的这些生存之道练就的 而不是所谓的天生的 真的谢谢客戴表的分享 这个分析的非常到位 我也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朋友想add出什么的 我记得他还举了一个别的例子 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在法国 他举的是法国就French women 对这个男性身材或者这些力量的追求 然后还有就是对男性竞技体育的那些欣赏 然后其实都是促成了这样 就是把自己更加的客体化 然后同时就是在conform with这样的system 然后就让它reproduce了 itself 所以它就是一个比较难 就是因为你要想在这个社会上收获 比如说关于女性的成功 那它就是要迎合这个体制 即使是把自己放在这个更加就是 所谓就是没有inferior group的这样的地位 就等这个背后有很多point我们都可以从一会儿来慢慢拆解 对然后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要爱的的话 我们先回到这个所谓的female intulation 这点来讲 就是它也把这个generalize到了 就是虽然它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自然 就是自然 然后说只要是女性一般就会会滴流感比较强烈一点 然后有更多的intulation有更多的也更敏感呀所谓的 但是呢其实它反映的是一种 这个relation of domination 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 比如说那为什么男性不需要这种地位感 然后为什么比如说在一个 在在在也这个也跟perduce 不是啊 赌博也说的这个double consciousness 有很强的联系 比如说你作为一个黑人 在一个白人主导的社会里 你就要学会通过白人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并且能理解就是从白人的视角看自己是什么样的 就是被压迫的群体是需要通过压迫群体的眼光 就是当权的这个群体的眼光去看待自己的处境 所以自己是在这个过程中是一个object的存在 但是呢比如说你作为有权力者的那一方 白人他就不需要从黑人的角度去看世界 然后同样的就是男性他也很难从女性的角度去真正的看待世界 所以他反映的更多的是一种这个relation of domination的关系 就是被dominant的那一方他总是需要 有更多的burden 他总是需要比如说从权力的另外一方去看待自己的处境 然后并且有更强烈的intuition要更敏感 然后又要更能所谓的察言观测 有更多的emotional work 当然emotional work这个概念我们在第四期会着重讲解 但是就是需要对感情有更多的付出和体验 这个也是权力关系的一个product 而不是说女性他天然就是比如说有地肉感呀 或者是黑人他天然天生就比所谓的白人更敏感呀 什么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在身体的体现 那在关于这篇文章的讨论的最后 请Tory来介绍一下这个文章的下一部分的内容 以及Bordeaux提出的非常重要的概念 symbolic violence 是的 symbolic violence呢一直是Bordeaux 他有一系列的这个概念都叫symbolic什么 symbolic violence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然后它symbolic violence它提出的概念呢 就是说the dominated apply categories constructe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dominant to relations of domination that make them appear as natural 然后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作为被压迫的群体 就是可以通过压迫群体 就是当权的这个群体的这个视角 去看待自己的处境 然后并且内化这种视角 比如说呢很多人 现在在网上的很多纷争就讨论到说 有些女性她也有很多厌女的发言 然后她说出的一些话 让人甚至就是不觉得 这应该是一个女性应该有的发言 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把她 比如说label为所谓的精神男人呢 或者是没有觉醒啊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 然后在这个之中引起很多的纷争 然后其实呢她背后反映的一个现象呢 也就是Berdil说的这个symbolic violence 因为说被压迫的群体 她很多时候她在自然的状态下 她就是会通过一个 就是当权者的视角 去看待自己的群体 自己的处境 然后这个呢 有很多时候会 lead to 这个systematic self-depreciation even self-demigration 就是就是比如说作为女性 她有很多厌女的发言 然后这个听起来是很不make sense的 为什么她自己对自己有很多的 持有很多的贬义 自己对于其他的女性群体 然后有很多的depreciation等等 然后Berdil另外一个举的例子 也是说在这个文化中 女性的生殖器 会被女性自己认为是非常的disgusting的 会被认为是deficient的 是就是不足的 相对于男性的生殖器 比如说 然后这就是这个symbolic violence的一个体现 就是她直接让这个统治者 这种权力关系的视角得到在 即使在被压迫者的身上 也得到了一个内化 这种internalization 是这个violence 比较恐怖的一个点 因为如果你内化了这种观点的话 那你就是很难去 去进行resistance 你如果自己就非常认同说 我这个生殖器 或者是我这个group 或者是等等等等 所有关于女性的东西 它都是不好的 它都是非常的repulsive的 那就是很难去从这个角度来 把女性做一个empowering的存在 然后并且去mobilize 所以呢 然后这个底下也是 它为什么说这个也是symbolic violence 也是embodied 因为它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emotion 比如说shame 比如说humiliation 比如说这个guilt anxiety啊等等等等 就是我内化了这么的一个视角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shame 如果我对我自己的存在感到了 就是我自己的存在本身 它就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然后并且呢 在另外一个方面 它也会比如说对男性 有很对男性所代表的一系列的values 还有社会的存在 表示很多love admiration respect 对就像之前雨昕举的那个例子 说在当代的法国 在Birdle写的的时候的法国 说这个女性 好像还有一个就是 它survey了说 女性喜欢什么样的男性 然后很多人都喜欢说 比自己高很多的男性 或者是比自己大很多的男性 就是所谓这种有一种 对于社会地位啊 对于男性的这个身高等等 它代表背后当然代表的都是一些 domination和这个relations of power 等等 它对于这些都有一种 admiration有一种respect 所以这种感情 它是非常embodied的 它就是有了这些emotion 当我们谈论到女性和男性 所背后代表这一系列的东西的时候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 它是这个symbolic violence 它经常是 below the level of division of consciousness 它不是说啊 我去我思考了一下 决定我啊 我对于我自己的身体 我对于女性 有很多很多shame 很多这个self depreciation 而是说它自然而然的 就是不经思考的 below the level of consciousness 的时候 它就是 但是它自然的一个态度 这个是一个doxic的 natural attitude 就用bordial的话说 所以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它不是一个思考之后得出来的结果 然后呢 并且它这个 symbolic violence 它是很持久的 比如说我们说了 女性 她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 可能她之前从一个非常负权的国家 移民到了一个没有那么负权的国家 但是呢 不代表说 她移民之后 这个oppression 它有从某种意义上消失了 它就 你一下子就会 不被这个power relation影响 你一下子就会觉得特别的 作为女性 特别的empowered 而是说 它这个 它依然会persist long after the social condition of production disappears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 持久的存在 非常 非常难以挑战的一个 condition 然后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在symbolic violence 这么prevalence的情况下 所以Berdil也说了 说 instead of blaming women 我们应该 focus on expla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gnitive structure which organize act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world and its powers 所以instead of blaming 有些就是 女性的个体说 你这样 你这样是 精神男人 是一个非常愚蠢的表现 是 没有被inlightened 然后 是你自己的 because of your stupidity 等等等等 instead of blaming 这些女性呢 更应该的是 去focus 去explain 这个social construction of这个condition 这个symbolic 把这个看作是一个 symbolic violence的体现 然后看到底是 他的这种世界观 然后他的这种认知 到底是怎么反映出 这个权力的结构 并且权力的结构 是怎么影响到了 千千万万有 差不多可能有 类似思想的女性啊 等等等等 要看到的是一个 权力结构的问题 而不是说把blame 把responsibility 放在个人的身上 所以这也不仅仅是一个 就是提高个人觉悟的问题 所谓的 而是比如说 作为activists 或者是作为一个 社会学家 更多的是要 更多的是要 这个dismantle 这个structural condition of the production of this kind of phenomenon of symbolic violence 对这是我对 对我关于 symbolic violence的 一个overview 现在可以 就是关于symbolic order 就是我给大家讲一个 跟新加坡有关的例子吧 就是新加坡 它之前是作为 英国殖民地的时候 它用英国的那个法律 就有一条是section 377 那377它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基间入罪 就是sodomy 对于这个 他们所谓的 非自然的性行为的 一个入罪 那它实际上导致 就是什么 在新加坡的 这个同性的 这个同性的关系和行为 它是被 刑事犯罪化的嘛 然后呢 当时我记得是 从13年开始 他们的本土的 这个这个 这个性少数的团体 他们就一直在推动 这个法律的改进 就是说要废除 这个sodomy的法律 然后呢 就是实际上要实现 这个同性 实现这个同性的行为 和关系的 去罪化 那当时呢 就是他们这个 新加坡官方给出的 这个回答呢 就是说 我们作为一个 怎么讲 我们要兼顾到什么 传统和这个 现代社会的一个关系 所以呢 我们可以不去 再去执行这个法律 就是我们不再用 这条法律去 惩罚人 但是呢 我们要保留它 为什么 我们要保留 这个新加坡的 simbolic order 那它这个simbolic order 是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 heteronormativity的 一个order 它这个实际上 就是把他们 对于这个 所谓的非自然的性 也就是对于 他们非异性恋的 这种规范的 一个行为和关系的 一种这个 怎么讲呢 一种的贬义化 然后把它变成 一种自然的行为 然后这种的建构呢 就是他们所建构的 simbolic violence 通过他们的 立法的形式 变成了它整个社会的 一个simbolic order 就像是这个 Galton 他在1990年 就提出了这个 关于暴力的三重性质 就是三重结构 就是直接的暴力 文化的暴力 和有系统的暴力 那么文化的暴力 其实就很接近于 这个布尔迪厄在讲的 这个象征性的暴力 那因为它呢 就是文化的暴力 它实际上是使得 直接的暴力 和这个系统性的暴力 看起来是这个 可以接受的 是被合理化的 所以说这也是 simbolic violence 如何去创造出一种 simbolic order 然后使得这些暴力的 不同结构 不同形式的表现 可以被接受 谢谢宇决老师的分享 这个非常的重要 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整个season 关于social structure的 一个讨论 就是看这些是怎么 被转化为一个 非常rigid的 非常oppressive的 social structure 然后social structure 又是怎么通过 这种symbolic violence 通过 用symbolic层面的东西 被legitimized 被认为是 taken for granted 从而说 就是让被压迫的 不丧失了很多 就是反抗的可能性 我看柴子里 还有人在问 我们怎么样面对 来自同样为女性 施加的symbolic violence 或者overall的 symbolic violence 有什么way out 有什么coping mechanism 感觉Burdil给的 这个solution 它依然是比较abstract的 然后并且是很 还算是比较standardized的 一个社会学的answer吧 也是就是说要 这个focus 然后这个structural condition 然后要看这个social condition 是怎么produce这种现象的 然后并且去understand 它背后的这种social force 然后从这种大的 结构性的屏面来努力 然后比如说动用我们 每个人所拥有的 这个capital啊 然后或者是通过 social movement啊 等等等等 这样的方式来去挑战 这个structural condition 去挑战这种 symbolic的dominance 然后但是具体的话 大家可以就是 brinstorm一下看 有什么比较effective的方法 还有一个提问 关于symbolic balance 就是这个lack of vocabulary 或者有一些时候 我们的语言系统 它没有办法精准的描述 我们的living reality 然后就有一些时候 可能就会导致人 就是无法真正的表达自己 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 尤其是作为这个oppressed group 或者inferior的这些 就是没有 就不在权力结构中心的 这些group 那它会不会在 就是在大家 在语言的这个系统上 也产生一些symbolic violence 比如说一些word 就会被overloaded with meanings 然后就像之前我们讲到的 love used as an apparatus by这个国家 然后就有很多的词 它就是被权力的结构 赋予了很多 渗透的一些含义 就导致大家更加的没有办法 去真正的describe自己 自己的need和desire和feelings 这个尤其是 比如说以拉康的视角 说这个语言也是 这个symbolic order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语言它反映的是 我们一些规定俗成的现象 而不是说它反映的是一个 所谓的reality 更多的它反映的是 很多social norm 比如说在语言中被强调的 然后也是一个 就是它和这个relations of domination 也是中不开的 所以如果我们rely on 语言作为一个工具的话 它肯定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的 并且invent新的vocabulary 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主要大家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感觉有两个strands 一种是比如说reclaiming 然后有一种是就是avoidance 然后就是或者non-conforming 然后但这两个逻辑又是比较相反的 就是比如说如果去reclaim 很多时候就会被interpret成 就是去conform 然后但是如果去avoid的话 就像之前discuss的 它就变成了一个weak weapon 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卖 就是比如说靠它爹的这样的 就肯定没有就是另外的 这种在社会上约定俗成的这种 让别人更加清楚的异动 就是感受到这样直接的伤害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 这两个strand好像也都没有 非常精准的可以 就甚至有一些词 它也没有办法可以直接的 有些感情也没有办法可以直接被表述 因为感觉这两个strength 而且都是第一是比较可能个人层面 或者是比较small group 这种scale它是比较limited的 比如说你发明了一些信息 那不一定全社会都会立刻使用这些信息 并且去反思 然后第二个呢 那可能这种 比如说像reclaiming这种 它始终是一个比较reactive的 就是你有了先有了这种conditions of oppression 然后之后你based on这个去reclaim一些事情 就是它当然reactive的 不一定是ineactive的 但是still它是 它是一个 就是这个outcome 是百分之百guaranteed的 并且感觉就是 就像Badu说的这个 the weapons of wicked the weak weapon 它很多时候会 很容易被这个tranding的结构 会被 被它 再次把它neutralize 比如说再次claim污名化 然后再次的把这些词语重新变成 tick一下它的meaning啊什么的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例子说什么 打工人还是什么 996还是一些非常 本来是可以有一些反抗词汇 但是然后 有了一些这样苗头之后 然后这个人民日报就立刻又出了一篇文章 说要把这个变成一个非常正能量的词汇 然后把它们变成一个 就是宣扬的一个好东西 然后就把它这种revolutionary的一些potential 又把它就是磨灭了 所以这个一直是一个ongoing struggle 这是不是也间接的表明 我们应该对一些比较disrupting的行为 也进行更多的一些理解 甚至可以去appreciate 他们所带来的这些积极的reclaiming的影响 好的那么第二篇文章是 Tory老师前几季就经常发给我们的 throwing like a girl 然后也是照例想先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作者 好的 对这篇文章是非常非常有名 它是八几年 还是九几年 我忘记这个年份了 然后就是非常早期的一个很有名的文章 所以讨论到凡是我们讨论到这个关于 gender embodiment 基本上就是这篇文章一定会come up 然后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是非常有名的 她是Iris Young 她是一个political theorist 也是一个socialist feminist 然后她在比如说在社会学呀 在political science呀 还有在哲学界都有比较深远的影响 比如说她的另外一篇文章 也是她也是非常的就是经常讨论到gender 然后这个oppression等等这样的一些topic 然后她的另外一篇文章 我记得好像叫5 Faces of Oppression 也是很有名的讨论到就是oppression的nature 然后这篇文章呢 它就是从一个现象学的角度来分析 说女性的embodiment到底有什么样的特征 并且把这个特征link到了一些女性的这个social condition 比如说被课题化被整个社会课题化等等的一些 所以不知道大家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感悟 但是呀我们可以到 她这篇就是在开篇的时候 先提出了这么的一个观察 也是另外一个叫这个作者叫Sproth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在女性 在女性就在比如说扔东西啊 或者一些进行一些肢体性的动作的时候 她女性的和男性 她是有一些区别的 比如说这个女性 她没有stretch或arm setward 然后她也不会就是去把整个身体去twist 然后更多的是就是比如说你扔一个东西 你就只是动你的胳膊和动你的手 就是动只是需要最需要动的那个部分 而不是说通过整个身体的力量去带动 这个手臂的力量 然后再去带动这个物体去把它扔出去 所以说这个就是在 就是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讲 这样的一个姿势可能是非常的constraining 非常的limited的 然后有一点机械化 然后有一点awkward的一个姿势 然后并且在很多女性身上都看到了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这个Strauss这个作者呢 就在提问说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女性会有这样的一些movement的特征 而不是男性 然后Strauss就好像提出了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explanation 比如说说那是不是因为女性有胸 所以女胸让她的有些movement变得比较limited 不是很能发挥出整个身体的力量呢 然后但是Strauss自己又说了 好像也不是这样 说女性就是在小女孩还没有发育胸 还没有发育之前 那她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一些一些现象 一些特点 等等等等 然后她最后排除了很多种的解释 然后把她闺女的一种 还是一个比较essentialist的argument 说那这可能就是女性 就是女性她们作为女性的一个特征 所以就是一个非常所谓的文体论 还是什么中文的essentialism的一个argument 然后Iris Mollumian她就来看说 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去respond Strauss和波夫娃的一些argument 这是她的一个开篇的motivation 那么这也可以先观看一下 Tory老师找的这个视频 内容是在讲understanding female body 然后作者在文中也对跟波夫娃 进行了一些对话 那请Tory老师来讲一下这部分的内容 好的就是对作者除了跟这个Strauss 进行了对话 他也采取了很多波夫娃的 然后先说一下波夫娃的观点 当然我对我很久没有读波夫娃了 可能也没有百分之百非常精确的represent 但是根据这个作者呢 说这个波夫娃说 这个波夫娃觉得很多身体的这些现象 比如说可能一些胸啊 尼巴雷啊等等等等 这些bodily phenomena way down women's existence by tying her to nature to eminence and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pecies at the expense of her own individuality 当然波夫娃可能没有在这里 进行过多的 elaborate 就是exactly how 这种bodily phenomena tied down women way down women's existence 但是比如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common的discourse 就比如说我们每次在讨论到说女性的生育功能 那生育功能就partly explain了说女性为什么就是 从比如说从evolutionary的角度来讲 女性为什么就是这个生育的cost更高 然后导致了这个他比较可能需要依附于男性 然后并且在很多子偶的过程中和男性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啊 等等等等等等 所以说essentially there's a link between bodily phenomena 就是他的一些比如说生育功能啊 一些第二性征一些姨妈呀等等 这个和women的在社会里面的existence 他的生存状况有一定的关系 但是呢这个作者说 这个Iris Young说这个 他波斯瓦的这个观察呢 他其实也没有非常的就是comprehensive 他虽然提出了这么的一个观点 但是他present的方式就是 as if women's anatomy and physiology as such which are at least in part determinative of her unfree status 就是在就仿佛说我们女性有这么的一系列的生理和这些biological的结构 就导致了直接导致了他being unfree 就是在社会中属于一个这个被压迫的地位 但这中间的联系到底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就是天生有这些生理的结构 所以就直接导致了这个吗 还是说有中间有什么something else going on 所以他提出了这么的一个critique 然后呢他就这个作者就从这个观察一系列的 就像Strauss观察的一系列的女性的bodyly movement的这个现象 开始入手去分析 然后他的这个在这个里面的primary concern的更多的是 就是有目的性的一些动作 比如说fitter wing就是我们的争球啊 或者是打球或者是跑步等等 他都是有一些具体的目的 然后一些要accomplish certain task 而不是说比如说像舞蹈 或者是像一些其他的运动 就是他不是一个就是task oriented的 nature的 所以通过分析这些现象 然后他来提出的argument呢 就是讨论就是到底什么是 以及讨论到底什么是female的 female embodiment以及femininity的定义 这个里面的他对femininity的看法呢 就更多的是designate not a mysterious quality or essence which all women have by virtue of their being biologically female and it's rather a set of structures and conditions which delimit the typical situation of being a woman in a particular society as well as the typical way in which the situation is lived by the woman themselves 就是说他不是一个 again essentialist的这个女性的特质 就你生下来有女性的器官 你就所谓就是embody这个femininity 而是说更多的这里 他对femininity的定义 其实更align with both 就是强调这种condition和 就是所有的东西 它都是result of a condition 然后它是a set of structure and condition which delimits a typical situation of being 就是你身为女性 可能会面临的一些非常典型的situation 和就是typical way in which this situation is lived by women themselves 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生命体验 它可能更多的是女性典型 而不是说男性典型的 当然这个概念也speak to 就是到底什么是 有女性生命体验这个词啊 就是这个不是作为一个 exclude certain group的一个条件 不是说你身为女性就怎么怎么样 而是说你身为女性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下 你可能会面临的一些经历和体验 他们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共同点 然后我们就要去understand 这个共同点是什么 而不是说把这个共同点 作为一个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 of exclusion 对这是他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概念 和respond to the scholar 在文章的前半部分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那个视频 是不是Tory老师想 emphasize一下这个condition的这件事情 就是比如说像之前 他们在没有这个condition的情况下 就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 resistance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 但之前之后发现了 然后他就觉得 我也可以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 来表达自己 然后也不一定是要perform 然后所以他这些都是 就是女性的身份就是在不断的 就是然后tieing back to 这个condition的概念 就是说他也是在不断的 是在社会环境当中 去定义自己的女性身份 是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对这点还挺重要的 刚才故事了 对我而且我觉得是一个之前你提出说 这个有两种 一个是reclaim 这个也是一种 其实对这个的一种reclaiming 感觉这个视频肯定是应该是在这个 应该是在这个文章发表之后 并且他是一个比较商业的 虽然是他有很多social的content和message 但是他是一个商业的 这个always这个卫生巾的广告 所以在这种的contact 整个social context 他应该是几年几年的一个广告 反正有一定的年头了 然后就是感觉他在 他传达的message 也是就是说就是有点像be yourself 就是你不管throwing like a girl 或者是什么run like a girl hit like a girl 到底人们心目中 他 either是不是一个insulting的 或者是deribitory的一个 有这种connotation 但是就是我 I am a girl so I'm gonna do whatever I will do 就是我就做我自己 然后就be like a girl 也可以win 然后也可以 it is powerful 的这么的一个message 所以感觉确实是这个女性的 关于女性身体的这个embodyment 感觉也进 也go through了很多transformation 在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 versus那个广告的时候 versus再到现在 可能又有了一些transformation 是在这个社会关系中不断的 有一些involvement 但是对 然后刚才那个视频里感觉更多的 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所谓的我们run like a girl 到底是文中讨论的这个现象 到底是怎么样的 就是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 然后之后他那些那些女孩就是 就是所谓打破了这个束缚之后 在做的那些动作 他其实更像是这个 merloponte所形容的 或者说作者 作为一个对比的情况 说这个作为一个主体 运动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可以请郁爵老师和Athena都发言来 就是update一下 比如说近期的这个女性的这些body 在竞技体育方面的一些 一些events 郁爵老师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大概就讲一下 就是他近几年的 因为随着他的女性的这个竞技体育 他一个是公众化 一个是他的这个职业化 所以他会导致他跟这个 写这篇throwling like a girl 这篇文章 因为我记得这篇文章 好像是80年代写的吧 就是这篇文章的背景 就是作者也说了嘛 说他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 他会对这个contest 有一定的限定 他就说说 我这个写作的是主要集中在 这个已经完全工业化的 这样一些比较发达的社会里面 实现的 然后呢就是 但是呢随着他这个 整个contest的变化 就比如说在这过去的几十年里面 这个女子竞技体育的一个发展 一个是他公众化 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关注了女子的体育 然后呢一个是他的职业化 就是女子体育 他已经不再是作为一个这些 呃女性 他们什么业余闲闲杂时间的一些爱好 而是作为他们一个真正的职业 然后去发展 然后呢就是 就我刚刚提到了有一篇那个文章嘛 就文章实际上还不是这一届的 呃女足世界杯的时候写的 他是他以上一届 19年女足世界杯 为一个这个参照对象 他就是在讲这个所谓的男子足球和女子足球 之间的一个这个区别 当然这篇文章 他主要是用一个量化的数据来看的 就是19年的上一届女足世界杯 对于这个呃女子足球来说 是一个非常大的分水岭 为什么呢 就是女子的这个很多女子足球的联赛 在19年上一届世界杯之后 纷纷开始了高速的这个职业化 像是西甲女足啊呃女足英超啊 包括后来这个连日本的女足联赛 也开始了这个新的职业化的改革 那么他的这种改革呢 也就使得这个女性参与体育的 这样一个整个的大环境和社会的条件 发生了变化 在这篇文章里面就这样 这个还是19年啊 19年的时候这篇文章里面 他的给出数据就是说 呃因为一般来认为啊 这个男子的这个足球呢 经常会强调他们什么观赏性强啊 速度更快啊 然后对抗性更强这样的观点 但是呢这篇文章 他给出的量化数据就说 说这个男呃男子和女子的这个体 这个足球呢 在对抗性上的差异并不大 也就是说不是说女子足球 就是软绵绵的 实际上他的对抗也是非常激烈的 像是呃呃 大家如果看英那个英女超的话 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对抗性嘛 然后包括今年的女足失败也也反反映出 他这个对抗性的加强 然后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呃跑动距离和这个 他的传球的精准度上有一个差别 但同时呢 这个这这篇文章的研究者 他们也指出说 这个传球精准度跟什么没有关 跟他的这个职业化训练是很有关系的 他并不是说是因为啊 男性的这个这个技术方面 他就天生好像女性 不是的 是因为男性足球的这个发展 他是非常的不均衡的嘛 因为他的男性足球的这样一个职业化的历史 要远远长于女性足球 实际上他也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 然后呢 他们在最后也提出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如果随着女性足球的这样一个职业化的发展 那么将来这个女性足球在这些所谓的运动数据上 他不会再呈现出和男性这么截然不同的一个性别的差异 这不代表说是这个女性女子体育的男性化 不是说他们不是kicking like a boy 而是他们是女子体育的公众化与职业化 已经与这些发展更快的这些男性的运动在接轨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补充的方面吧 就是对于我们去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就是看这个throwing like a girl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你的社会的一个大的环境 包括你社会条件的改变 对于这个整个的女性的所谓的身体的表现 身体的行为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中作者提出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以及他在介绍一些tension between imminence and transcendence 然后这两个概念是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 有一些疑惑的地方 好像请Tory要是 好的 那我们就先讨论这个 接下来这部分就是关于这个 bodily experience 然后作者提出了比较重要的两个概念 就是这个说 evidence和 transcendence 然后说女性的这个embodiment呢 它有一个tension between eminence and transcendence 所以这两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理解 eminence为就是更多的是 tied to physical body 比如说虽然我们所有的experience 它都是从physical body 从我们的这个biological body 作为出发点 但是这个出发点 它只是作为出发点 对于在很多 比如说一个universal human 如果是degender的 或者universalized的这个experience中 它只是作为一个出发点 但更多的呢 这个有一个transcendence 然后我们作为人 作为一个人类 它我们是有自己的自主性 有subjectivity 有autonomy 有creativity 等等等等 这个都不是被我们的身体 所能限制住的 比如说我们有很多想象力 然后我们的想象力 可以go beyond our physical body 然后呢 我们有一些transcendental的 一些capabilities 比如说对空间 对时间的想象等等等等 这都不是非常联系的 太的非常紧密的 这个和这个physical body本身 产生了百分之百 这么的一个联系的 对 所以就是transcendence 它更多的是 transcendent一个body的存在 更多的有点像 有点像一种 mind body duality 所谓的这么的一个存在 一个是非常tied to the physical world 然后另外一个是 可能有一点transcendental 然后有一点go beyond what's like physically present 这么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如果说 Ameral Ponte的概念来说 所有的 他说人呢 就是应该是一个 有capability of being transcendental 就不仅仅被自己的body束缚 的这么一个model of existence 但是呢 这个作者说 there is tension between eminence and transcendence 为什么 当然这个也是波夫娃的一个概念 不仅仅是这个作者第一次提出来的 而是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女性长期处于一个 就是被压迫的状态 然后它是socially and culturally denigned by the subjectivity autonomy and creativity which are definitive of being human 所以它其实是 deep in a contradiction 同时它作为 女性作为一个人的存在 它by the virtue of being human 它是有subjectivity 它是有autonomy 有creativity等等 这些很多good qualities 但是比如说历史以来 女性一直被 比如说一直被束缚在家里 一直要干家务活 然后不让比如说上大学 然后deny了很多很多opportunities 她就没有办法去 fully展现她的这些subjectivity autonomy 自主性 creativity 创造性等等等等 所以它这里有一个contradiction of existence 然后呢 它又观察说 这个从一个现象学的角度来说 观察女性的这个movement 和女性的身体 发现呢 就是女性经常是作为 同时作为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存在 both the subject and object 比如说在这个 throwing的这个过程中 在扔球的时候 女性的身体 她可能她整个的身体的movement 她不是非常的连贯性 并且不是非常的 就是aimed for一个specific的东西 而是说呢 她这整个motion非常constrained 我就像刚才说的 就是你扔球的时候 只有胳膊在动 然后只有手在动 然后她是concentrated in one body part 而不是整个身体都扭曲 然后带动 这样有一个借力的过程 然后呢 这个整个motion也是 她的行动 她不是 她没有占用很多的space 她没有reach out 没有extend 没有stretch 然后不是这样 整个连贯的 这样的一个 而是说就是 非常limited again 然后她的body会被 experience as a burden 是非常脆弱的一个存在 而不是说作为主体 我们要去运用我们的身体 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 感觉我小的时候 上体育课的时候 很多女生 比如说在体育场旁边 然后如果一个篮球 或者足球 一般是男生在干这些行为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 球会飞过来 然后女生的时候就会 有的时候 有的女生就会 比如说什么很害怕 然后那样直接捂着脸 或者是逃走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感觉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存在 她的body 而不是说 比如说去运用整个body 去迎接这个球 把这个球打回去 不是一个media for the enactment of our aims 然后对 这是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例子 然后呢 这些非常limited movement 和这种 我们运用身体的方式呢 give rise to feeling of incapacity frustration and self-consciousness 就是当我们不能连贯地 使用我们的身体 就并且就是如果你只用 胳膊或者只用手去 用球的话 那它力度肯定是比较小的 然后就会造成这种 说啊 那我的力量就是很小 然后我not capable of 比如说参与一些 所谓的竞技体育啊 等等等等 非常self-conscious of我们自己的movement 等等 这都是身体这些行动 就是随之而来的一些 emotional的impact 这是它对整个女性的 这个body experience的一些观察 然后我们接下来 它是更多的generalize到 一个modality of female embodiment 然后对 关于 然后它这里就更多的是在 respond to Merleau-Ponty Merleau-Ponty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哲学家 是提出了很多关于body 和embodiment的philosophy 因为很多时候philosophy都非常的abstract 然后都是关于mind 主要是关于mind 而不是关于body 然后Merleau-Ponty是我们的 most famous philosopher who theorize about body的 然后 Merleau-Ponty呢 就是把这个subjectivity 就是主体性 它locate subjectivity not in the mind of consciousness mind or consciousness but in the body 就是说我们的身体 在我们的主体性中 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仅是 就是我们的思想 然后这个body 是一个first locus of intentionality there is a world for a subject just as insofar as the body has capacity by which it can approach grasp and appropriate its surroundings in the direction of its intentions 所以主体性的一个特征呢 就是说它可以 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intention 然后并且可以去 根据这个intention去move 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们想到 看到作为一个主体 看到一个object 我们会觉得 我要拿起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水杯 然后我会觉得 那我要对这个水杯 做一些什么事情 这是我的一个intention 我比如说可以 拿起水杯 然后喝水 然后让它 fugue一些purpose 所以说 什么是主体性 什么是客体性 这个Melo Ponty 也进行了非常 具体的讨论 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作者呢 就在respond to Melo Ponty 关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 一些在female身上 到底有什么 不同的体现 然后呢 他就总结出了 三点关于female embodiment的 characteristics 然后这个也是 刚才我们之前 讲的他的一些 from the empirical observation 和body experience 里面总结出来的 第一点呢 就是这个ambiguous transcendence 就是虽然 Melo Ponty说 作为一个人类 作为一个主体 那我们总是 transcendental的 Eminence 这是我们的一个起点 beyond evidence we are transcendental we are capable of 比如说这种 creativity autonomy intentionality 等等 是作为一个主体 存在的 但是呢 这个就是刚才 我们讲的 这一系列的 这个观察 说明说 这个female embodiment 它是一个ambiguous transcendence 它总是有一个 always a layer of emidence 总是会被 somehow 总是感觉是 被body bucked down 就是weighted down by the body的 比如说 在扔球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 body的constraint 才是非常明显的 体现出来的 然后 它总是作为一个 object存在 而不是作为 总是百分之百的 百分之百的主体性 然后第二点就是 inhibited intentionality 就是刚才我们 讲的说 这个subjectivity intentionality 是subjectivity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但是呢 在female existence呢 它 often does not enter bodily relation to possibilities by its own comportment towards its surrounding ambiguous and confident I can 就是说 我们 有一个目的 有一个这个 intention的时候呢 这个 很多female是觉得 它不是一个 非常confident的mode 说觉得 啊 我可以 用我的身体 进行这样的 一系列的活动 而是说 而是就是 这个confidence 这里有很多的打折 就觉得我的body can't do this or that 比如说 我搬不起一个重物啊 或者是我 没有办法 像男性一样 进行一些 比较激烈的活动啊 等等等等 这都是一些 比较common的 mode of existence 就是它没有 fully entertain 这个百分之百的 possibility of their own body 就是没有 通过这一系列的 constraints and restraints 它没有说 可以就是realize 它所有的身体的可能性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discontinuous unity 就是整个身体 它不是说 整个动起来 而是说 我只mobilize 胳膊 只mobilize 我的手 它是一个非常discontinuous的 它是有一点 很不连贯性的 这么这是也是刚才 我们这是个总结 刚才的一个观察 然后呢 还有就是关于speciality的 就是女性对于空间的认知 就是觉得 比如说 我觉得有一个空间 它离我很远 然后它是something very distant something that is there instead of here 如果是一个完全的 有主体性的话 那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整个空间 是连贯的 over there 就是我可以通过 我的body movement 我可以走过去 我可以跑过去 它对于我来说 是我这个空间的一部分 但是呢 对于female的一个 很多female的 这个body existence的话呢 over there的东西 它是something that she is looking into rather than moving in 它只是觉得 它对我来说很遥远 它是我看到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说 我要actively move into 的一个space 对 对 所以这个关于 关于space的讨论 也是在responding to Melo County 甚至是康德 对于就是人类 对就是像康德的话 他讲了很多 就是这种transcendental的东西 比如说对于时间和空间的认知 就属于这个realm of the transcendence 所以说 就是然后这个作者呢 更多的就是在强调说 他们之前这些哲学家所说的 作为人类的这些embodiment 其实在女性身上 它没有百分之百的hold true 它很多时候 它更多的是一个有点conflicted的存在 有一点ambiguous 然后是 discontinuous 是inhibited的 女性 我就很好奇有什么 比如说落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就是是有什么具体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 比如说我能感觉到就是做女性 它就是很限制 就是比如说得看一看 就是如果充满要化妆 就尤其是一些场合 比如说要正式的晚餐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会经历过这些东西 然后它可能就会导致我平时 一些比较正常的这些gestures 就还得注意一下 比如说不能插着腿 就是人坐下来就那种man split 就是很natural 然后但是女性 比如说穿裙子 就感觉 那如果就是插开腿 就是内裤就露出来 就非常的不协调 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例子 就是这是他所说的 就是这个所谓transcendence 就是不从自己 engage自己的body来做事情 而说就是他从第三方的角度 首先来凝视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是不是比如说够精致 别人会怎么看自己 怎么会interpret自己的这些打扮 然后他就是二层逻辑 就是感觉得想两层是吗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speak to 他说的这个上一页 说的这个关于self awareness 就是他直刻都要aware of themselves 就是就比如说我这样做是不好 就是即使我一开始没有这么想 然后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 因为新加坡的那个校服 他全部都是你要穿裙子的 所以我就被逼穿了很多年的裙子 然后我每次做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点那种插开腿 做的那种很自然 然后我就被同班的女生规训说 那你这样做很不雅 然后我就 然后我之后好像就这样做的时候 就会有一点self conscious 然后就会意识到我自己作为一个 有可能被规训的对象 甚至或者是更generally 就是我这样就是更conscious of我的一些非常自然的行为 我的一些知识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可能有一部分是社会化的结果 有被规训的结果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就是比如说如果你习惯长期穿裙子的话 那就是会形成这样的一些身体的反应 即使你在穿裤子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比较舒服的反应 就是什么的 还挺能reve 然后就是如果你不打扮成一种样子 可能他在这个social location里面就没有 就是很符合这个社会的规训 然后就让就是让女性在一些空间里面没有办法更好的 就是得到注意 或者就会被interpret成一种就是邋遢的 甚至是没有礼貌的 所以就他如果就是要不那样就是perform一个以第三视角来凝视自己的话 他反而就也会给他的生活的reality造成很多不变 所以就是其实是一个很困境的事情 是的 真的是感觉跟女性在社会中整体的地位也是息息相关的 不仅仅是一种所谓的什么你身为女性你就有这样的习惯 这么一个简单的concept 感觉可以感觉到的就是这些服装还有女性自己的打扮都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每个人就是每个女性的身材个体差异有关系吧 就是不是每个女性他呃有的人是苹果型身材 有的人是梨型身材 可能在会选择自己合适的服装之前 他们应该会有一些考虑吧 就是就现在不是大家都很流行梨型身材那种风格 然后就有的人会去选择穿裙子 但是实际上呃因为我自己是梨型身材 然后其实在我觉得在北美这边穿裤子 感觉有一些mutate的自己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体吧 然后然后又呃可以被interpret的成就是对自己的女性的这个生生就是这个生理的这些器官又有一些就是会被很多人就misinterpret的成一些就是呃 对于自己女性身份的抗拒然后就会就是产生一些呃 所谓misunderstanding或者怎么样的不知道对 陶瑞老师对这些有什么comments 因为我看到评论里呃就是讨论里有人问 为什么男性没有梨型身材苹果型身材我觉得这个点就是挺挺戳到我的 就是确实好像呃现实当中大众上就广义上很少有人讨论男性的各种身材 但是女性的各种身材经常会拿出来不同的对比 嗯是的然后并且感觉就是女性就是感觉现在比如说小红书 还有一些社交媒体上就说什么啊你离心身材或者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如果其他的身材应该怎么怎么样你的不同脸型应该对应什么样的发型 什么样的着装什么样的化妆什么什么就感觉这一套一套的都已经被定好了 嗯但是男性的话那就没有说这么多套就没有人来把他们的身材 比如说分类分成这种不同的形并且每一个形应该对应的 是什么所谓呃一个型应该穿的服装另外一个型不能穿或者是什么的 当然这个嗯在厂家的制作过程中他们可能也是一个比较 universal一个啊standardized的这个版型去制作衣服那可能确实有的时候女性的一些身材就很难穿进 比如说一些比较中性化的衣服等等的啊 啊 这个我在想说有没有可能是像女性长久以来的服装设计上会更突出女性身体曲线 所以无论是胸部臀部来说都是以紧身凸显身材特征为主 而比起男性的服装来说男性服装更强调舒适程度和flexibility 所以可能本身就更加适合各种身材的人 对而且男性的服装好像就是更偏就是unity 然后女性的服装可能就更diverse 然后就上面的装饰然后甚至有些时候会更多 然后就在functionality方面就没有specifically的好像注意 然后更多的可能有很多装饰性的这些elements 嗯就是我觉得一般呃品牌就是男性和女性 例如t-shirt这件事的话就是女性的就会更贵 而且就是更透明的那种 然后还有男装的那个裤子就是他们可以装上什么红肘什么 但是女的那个裤子都是缝起来是假的那个袋子 是让我们买其他的袋子 让我们平时可以有什么chanel coochie什么的 那些很小的那种eerpots的那些包 然后就是整个就是一些就是粉红睡的那个方向去引导我们 说的太对了男性的裤子口袋那么大 然后就裙子上一个口袋都没有 是的NFY我现在都买男性牛仔裤 如果他有最小好的话 而且很多上衣也是的就是会 呃因为我很讨厌有收腰的那个设计 然后就只能买男男式的款式 所以小号 真的然后那个运动鞋就是好看的就只有男款 然后女款就是什么粉色的 然后就或者就是非常局限 但是他就不能按照那个 他不能按照号码他一定要分男女 就为什么为什么就不直接就写写个号码就好了呀 哦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机身蛋和单身机的问题 就是商家一呃一方面也会利用大家的这种心理 然后呃制造焦虑 比方说他们会说我这样的衣服穿着就可以掩盖你身上哪些哪些缺点 所以就更加制造这种焦虑 就是一个恶心循环 真的 然后就那些比如说什么呃美容美发行业 然后对女性收费更高 尤其是在剪头发的时候 除了在服饰方面还有什么别的方面 呃就是还有就是服装上面就是我们女性跑步 就是有时候要穿那些sports bra 然后那些sports bra就是很多 就是我们胸还有身材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不是preference就是很多不同的身材 然后有很多不同穿起来会更舒服的要求 但是呃现在没有那个品牌会为我们想这么多 而且男性跑步的话他们能穿上衣服都已经是很不错的一个表现 但是如果我们穿sports bra出去的话 就是被会被男性更是更加一些女性会凝视我们说 为什么你穿衣不当这种 但是男的就是能穿上衣服就是哦 他已经是做得很好了 但是我们就是穿衣要有什么 这是不同的要求 然后我们不能太暴露 然后穿的太多又会被呃其他人笑 就是你是从哪里来这种就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些贵循 我的态度跟还有保健品 就是可能男士的保健品那个呃分类就是一个综合的瓶子 但是你女生就会细化很多 我比方呃保护头发的保护指甲的 对而且这些功能都差不多 我就感觉全都是什么维生素B6 还是什么我忘记是B级了 然后被包装成什么头发指甲 然后就被女性中大热脉 真的男性就是二合一的 然后女性就是分成什么五个小瓶子 面膜发膜唇膜脚膜 说的太对了 对然后这些东西它就是又对就像刚才 Exactly你说的它又可以enforce女性的就是这样的思考 或者self consciousness 然后它就是又可以更加的让大家对自己就是很难去focus 在自己有那么多社会压力的情况下 很难focus on自己跟自己body的engagement 可能就会想到哎我的什么嘴唇是不是搞到压上 口红是不是搞到压上什么 我的那个口红应有流到就是这个杯子上 或者什么 你们俩有没有漏有没有侧漏 living reality 真的然后感觉把注意力放在这种非常应对背 就是身体也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要分别 要什么发膜 或者唇膜要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对待方法 然后把注意力就放在这些不同的individual parts上 然后这就很难有任何unity的概念 你在运动的过程中你就 所以这当然是discontinuous unity 就是没有办法把整个注意力放在你 as a human being as a subject的一个身体上 而是就是不同的parts 然后他们都很fragile 然后要不同的对待方式 哎这说不化 对不化妆 不化妆也是一个不错的 不错 但是他又他又是一些人的living reality 可能有些人他们就can't afford不化妆 或者就是在一些场合的话 就是根据职业或者social location的需要 可能就也没有办法 就是呃没有办法 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很好地照顾好自己 就是如果不去conform with这个existing structure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systematic的问题什么 就是其实在个人层面上选择还是比较局限的 那是最大的struggle way for第3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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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还是走一下流程 然后接下来是关于这篇第二篇文章的最后一章的讨论 关于social condition of embodiment 请Storylogic来做一个总结结尾 好的 这个最后again 从这个社会的方向入手 它我们就是看到了 也从大家讨论中看到了 说这个female embodiment 它不是一个essentialist的东西 不是说我身为姓文 天生就是有这样子的 会这样子运动 或者是会pay attention to不同的东西 然后有这样的different reality 而是说这还是一个social condition存在的 比如说长期就假如说穿裙子 然后或者是被这个社交媒体 然后很多这种到底要的化妆啊 美妆啊 这些资本主义底下 很多关于女性到底什么是美啊 然后女性应该怎么样 各种各个方面的社会规循 来自家人的来自朋友的 来自异性的同性的等等 这样一系列的规训造成的 这个我们的leading reality 所以呢 这个source 这个来源 这个female embodiment 或者是femininity 它是 in either autonomy or physiology and certainly not in a mysterious feminine essence rather they have their source in particular situation of women is conditioned by their sexist oppress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这个是oppression的一个结果 它不是什么所谓的 一个女性的essence 这个非常好的总结到我们刚才的讨论 然后呢这个source呢 也是在一个就是社会对女性的客体化 比如说社会就是喜欢对女性有更多的凝视 versus男性 这个男性的啤酒度啊 男性怎么秃头啊 什么的都会反而会被 可能会认为是sexy的 如果他有power 但是女性呢就不一样了 然后它是被客体化的一个存在 所以它有一个objectified bodily existence 然后就像Berdil说的 当社会客体化 当男性去把女性客体化了之后 这个symbolic violence呢 它就是会导致女性也会 更self aware 然后更也会有的女性会客体化自己 然后会self consciousness 然后他对自己身体的态度 肯定是会被这个social condition影响的 它不是一个绝缘体 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是要把这个对立 就是转到这个 到底social condition是怎么oppress woman 然后这个oppression表现在身体的方方面面 表现在对身体的规训 还有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attitude等等 好的那最后我们进行第三篇文章讨论 就像刚才Tori老师提到的一样 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 既然已经提到了化妆 以及粉红睡之类的内容 都跟这篇文章的主题 非常的接近 然后这篇文章叫做 Competing Technologies of Embodiment Pan-Asian Modernity and Third World Dependency In Vietnam's Contemporary Sex Industry 这篇文章也是 我觉得读起来非常特殊 体验非常特殊 因为它非常的disturbing 但是同时又带来很多新鲜的视角 那就先请Tori来介绍一下这个作者吧 好的 作者是Dr. Kimberly K. Hong 然后他是University of Chicago的一个很有名的社会学家 我之前去过他的Office Hour 然后他的research非常的有趣 他这个我们今天读的这篇文章呢 其实是他的Book Project 就是在他Book Project之前写的 然后之后他把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他的整本书 我把它放在了最后的Extended Reading里面 他这本书是他的这个一个田野 在越南做了在Sex Industry混了大概两年的一个田野调查民族制 然后呢他就观察了说这个不同Bar里面的Sex Worker 他们到底是怎么应对不同群体的客户的 比如说在有些Bar他可能是有些Serv比较高端的客户 所谓高端或者比较有钱的客户 然后有些是Serv Local的比较没有那么有钱的客户 等等等等 然后他是做了四个Bar不同的调查 然后发现了说这个Economic Order 比如说这个亚洲的崛起 越南经济的兴起 和西方的衰退是怎么在这些Sex Worker的一些Sex Worker 他们和客户的一些日常的交往 日常的interaction和他们自己对于自己body的打扮中体现出来的 Dr. Hong是对他是专门研究就是这个Sociology Economic Sociology 还有Gender 还有这个Inequality等等的 然后大家可以如果对这篇文章有兴趣 可以follow up他的去follow他其他的publications 他在这个之后写了一系列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 好的那首先这篇文章的讨论的篇幅没有前面两章那么多 所以首先就先请Tori老师开门店上来介绍一下这些main points and concepts 好的他这篇文章的视角非常有趣 就是他的这个context是一开始是把他把这个research situated在这个在他应该是15年还是这篇文章15年发了但是他的田野大概也是比较早期可能是early 2010s做的一些研究 那会儿越南的经济发展的比较快然后整个所有的全世界都在讨论说这个亚洲的经济正在崛起 包括中国包括越南这种traditional认为的是发展中的国家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然后西方的这个霸权正在被这些发展中的国家在挑战 然后这是他的一个research的context 然后呢他的focus更多的在这篇文章里面是看在个体 说how individual agents living in developing world activate project their nation's place in the global imaginary through their embodied practice 就是说个体是怎么通过他们对于一些身体的practice 他们比如说化妆的techniques 然后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些改变啊等等等等 然后来去反映这个他们这个国家在全球经济 然后全球的这个秩序里面的地位的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视角 就是非常小见大 然后从个体他们个体是怎么反映国家的发展 等等 我们也可以imagine一个similar project 比如说说中国的这些年的经济决体是怎么在个体身上展现的 等等这是一个很有趣的research question我觉得 所以呢他在这个文章中就看这个embodiment as a key side that project divergent ideals manifesting in the tensions between tensions both within Asian nations and between global western and local consumption styles 就是说这个body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place 比如说在亚洲不同的国家之间的competition 还有说整个全球的这个scale里面 西方versus东方啊等等 这样的资本主义的一个竞争关系中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它展现出的是一个tension of embodiment 然后待会我们会 delve into greater details 看具体是有什么样子的tension 然后怎么反映这个经济的兴衰的 然后在此之前呢 他介绍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body work body work这个概念呢 就是defined as labor modification that individuals inflict on their own bodies or bodies of others 就是我们比如说 有点像伏美意吧 但是没有说是一个非常是一个negative的connotation 伏美意更多的是一个非常 有一点批判的 就是但是呢 这个美意为什么是一个意呢 它背后反映的其实也是一个similar idea 它是一种work 它是一种labor 就是我们比如说化妆或者是整容等等 它都是需要很多labor的 它你需要承受很多pain 你需要你需要就是对自己身体做出很多改变 这都是这都是take efforts的 它不是自然而然的 所以这个就是body work的概念 就是所有的labor modifications on the body 然后呢对应的是body capital 就是说为什么大家要做这些work 为什么你要go through all the labor all the pain 因为它body也是一种capital 在这个最初的work hunt这篇paper里面呢 它是讲的是这个拳击运动者的 是怎么就是对自己身体改变 对自己身体的一些规训 然后让他们变得比如说更competitive 然后让他们的身体变成更value的means of production 一个competitive拳击的这个market 但是比如说在这个context下 它sex worker它是非常reliant on body的一个职业 然后它通过自己对自己身体的一些改变 它可以在这个职业中获得更多的advantage 比如说可以得到一些经济方面的收益啊 等等有更多的客人啊 这种所以这种都算是body带来的capital 就是body capital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technologies of embodiment 它形容的是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women produce, transform or manipulate their bodies through particular kinds of body work that signify divergent in matter of national progress 这个是比较contextualized的一个definition 这个它这个词应该也是它一开始提出来 它更多的是developed from这个福科的这个concept technologies of self 就是说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环境下 每个个体都需要从自己的自身入手把自己的身体改造 然后进行一系列的比如说广义方面来讲 self-help 然后或者是化妆等等 这都是对于自己身体 自己或者心灵吧 但是都是对于个体的一种改造 然后呢这样来signify 比如说在这个context下 它signify了一些不同的imagination of national progress 它反映的是国家的一个发展 对于国家发展的一个imaginary 然后但是其他在各个其他的领域 它可能这种对于body的work反映的是不同的message 对 但是这个概念就叫technology self-embodiment 下面是文章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部分 就是作者采访了很多这些bar里的sex workers 然后Natori老师来讲解一下 他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在走访了这么多不一样的设定的bar之后 好的 这个也是非常brick的总结 他如果大家对他 他其实有他actually的田野的应该是采访了四个bar 但是他在这里更多的是把他的finding divide成两个section 第一个section它更多的是说那些在比较高端的bar里面进行的一些transaction 然后第二种是更多的是budget tourist 就是这些人可能没有那么高的消费能力 然后他进行的是一种不同的body work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的话 它是projecting pan-asian modernity to the sex workers' bodies 在这个比较高端的bars 就是他呈现出来的 他要通过自己的body 他要通过自己的interaction 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整个亚洲的modernity 亚洲的现代性亚洲的崛起 然后到底是怎么展现的呢 比如说其中的一个principle呢 在这个bar里面的sex worker 就是说他不是单纯的去模仿说 这种欧洲白人的一些standard European whiteness 比如说经常很多时候 我们在讨论亚洲的modernity 什么是一个好的look 然后很多时候是被 就是在很多scholarly的讨论 是在这个colonial framework底下的 比如说那美的就是说 像欧洲的白人的这个美的 比如说力量越高越好 什么皮肤越白越好 等等等等 模仿一系列欧洲白人的这个面部特征 但是呢他发现在这个的 在这些bar里面 其实sex worker 他们不仅仅是在模仿一些 单纯的说想要变成欧洲白人的 这个面部特征去整容的 而是比如说他们 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所谓的亚洲美 就是一种比较独特 比较distinct from European wetness的亚洲美 比如说他们觉得 虽然他们也是说皮肤比较白是比较好的 但是呢他们在这个interpretation中说的是 不是因为白人更像欧洲人 而是说白就是亚洲很多东亚的国家 它也是比较白的一个皮肤 它生下来就是比较白的 然后只有比如说通过在田野里劳作 在一些室外工作那晒黑 这个是protean的一个变黑了 所以呢这个他们在把自己的皮肤 就是变得更白的时候 其实在claim的是一种Asian的modernity 比如说他们对标的可能是 比如说东亚的东亚三国中日韩的这种 因为东亚三国一直是被可能是认为 发展的比较好 然后比如说越南这些国家 他们对标的可能是东亚三国的 这个beauty standard 然后呢还有就是 不是说胸越大越好 像一些西方的就是风胸越大 就是单纯以大为目标 而是说胸这个是想强调一个firm breast 就是更加紧致 然后这个也是说是这个亚洲的胸 亚洲比较好的胸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们的这些plastic surgery啊 等等等等 也都是annulate这种所谓亚洲美的standard 然后他们所这个project的这个imaginary呢 所以就是不是说我们要向欧洲看齐 欧洲所有的白人的就是最好的 而是我们要营造一种亚洲崛起的形象 然后呢这个他们所有的body work 这个outhered bodies 对身体的改变呢 也象征着越南在as a nation on the move 就是说比如说这种 这个body modification 这个highlight women's meability, mobility and modernity we are crucial to we are crucial to local Vietnamese business elites because they signal the na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就是说其实就是在比较平民的这些女性身上 我们也可以通过整容啊 通过进行这些比较昂贵的这种operation 这些surgery来实现这种upward mobility 然后这种对于这个这个个人的阶层上升 通过整容通过这些对身体的改变 象征着整个国家他可以实现 upward mobility innovator 然后并且就是说其实每一个平民 他现在都已经富起来了 可以有钱去整容了 有钱去对自己的身体进行改造了 这个可能在比如说在中国的context下 也是比较 大家可能也会听到类似的一些discourse吧 就是它背后代表的 它不仅仅是个人对于身体的改变 然后通过这种身体的改变 实现阶层的上升 而且这也就是这个个人的这个通道 这个trajectory和这些modification 代表的是一种国家对于modernity 对于upper mobility的一种scribing 对 然后我们再看第一种和就是比较高端的bar 和这种for budget tourist 就比较中端的bar的一些对比 然后更能看出来说 它们不同的project和什么样的形象 它发现了在这个bar里面 instead of比如说把皮肤想越白越好 或者是这个把胸部变得更紧致 等等这一系列的modification 这个这些sex workers 它更多的是capitalize on women's darker complexions 然后因为你如果是比较黑 比较dark的这个皮肤的话 它更多的是象征着一种 visualized imaginary 所以就是racialize their bodies in a way that could exaggerate their appearance as poor women in a third world country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太白 或者是太像所谓的European righteousness的话 那反而就凸显不出来 这个你作为越南人的distinct的特征了 那你这些budget tourists 他很多是比如说西方的中产阶级 来这些bar里面来进行consumption 那他更想要的是一个authentic的experience 就是他想象中的越南女性 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 所以他要突出说自己作为visualized的 越南女性到底是什么样子 他要符合这些人们 对于越南的一些想象 然后那他这个时候强调的 就不仅不是这个说整个国家 这种上升的这种upward mobility 不是说国家我要崛起 这样的一种imaginary 因为这些tourists 他们其实不care 因为high end bar 他更多的treator tool 是一些investor 他要吸引FDI 吸引更多的人 对越南进行投资 所以这个时候他要看到一个新兴的 新兴的就是市场 然后要这个国家是很有希望 他要project这种upward mobility 但是呢 对于这种budget tourists 他们更多的是想要consum这种 所谓的exotic的一种sex worker 然后并所以 他们这些sex worker呢 就通过就是强调自己的dark complexion instead of就是whiteness 然后来突出自己 visualize女性的特征 对 然后呢 另外一点就是说 他们来更多的 因为那你怎么解释 对这些人 你怎么解释 说你在sex work这么 就是感觉很多 比如说西方认为 你是一个中产阶级 一个respectful的女性 你不应该是在从事这种性行业的 这个是一个不好的行业 那你怎么来去强调自己 是respectful的呢 所以呢 他们就 Portraying Vietnam as an impoverished third world nation inferior to the wealthy west and by presenting themselves as innocent victims of that poverty 所以呢 就要更多的展现出说 越南这个国家是一个 第三世界国家 是一个非常贫穷 然后他们出于贫穷 不得不来从事性工作 不得不去所谓的卖身 然后来挣钱 然后来养活他们的 其他的family 所以他更多的是突出说越南的 越南的贫穷 而不是说越南作为一个新兴市场 他是非常有希望 他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 然后他们通过 自己的一些bodyly practice 自己的一些interaction 比如说文章中还讲了说 他们把那些这些游客 带到自己的老家 然后present一些非常 非常只能展现他们老家贫穷的现象 然后临起那些游客的同情心 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来比如说获取更多的小费 然后让那些客人能够更好的support 他们并且就是prove their respectability 通过这样的方式 然后营造自己的一个形象 然后和客户的interaction 所以这两种是两种 虽然都是在越南从事性工作 但是在不同的这个bar里 在cater to不同的tourist 不同的客户群体 他们展现出的是非常两种 不同的这个technology self-embodiment 然后通过这种对自己 对自己身体不同的改造 然后不同的interaction 然后来迎合不同的目的 然后也同时 signify了不同的越南 越南作为一个国家 不同的形象 我记得这个 对 我觉得这个作者就还把那些白人 带回自己家里 然后故意在那放一些长了蛆的桶啊 什么就是给他们看自己有多穷 然后就他们就会给给更多的钱 这样就是就是熬一个人设 感觉还是很strategic的 感觉大家在就是利用自己的身体方面 然后很多时候都挺strategic的 是的 所以这个也 这个关于strategic use of body 和body modification 其实也 也 也 也go back to 我们的这个overwriting theme of agency 和这个structure的讨论 其实 就是 当然作者 他展现的是一个 就是这些性工作者 都是非常有agency 他们都是calculating subjects under neoliberal 在新自由主义下 每个人都要maximize自己的benefit 通过一系列的 营造自己不同的形象 实现自己阶层上升 的这么一个目的 当然我知道 就是读起来是有一些 somehow it feels a little bit disturbing somehow 我觉得对 这个在如果读那个书 其实更加明显 这个是书里的一个chapter 所以这个还挺mind-blowing的 其实 宇决老师 我要推荐这个gay business的文章吗 我现在这台电脑没有那些文献 就具体的文章的名字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但是他大概会讲到一个现象 就是在新加坡 因为新加坡是这样 新加坡他们 我刚刚说到的事情 我再重新说一遍 因为刚刚戴的耳机 是这样 就是新加坡的 因为这两篇文章都是讲新加坡的 但我现在这台电脑 没有那个文献的具体名称 然后他大概会讲到 就是新加坡的唐人街 就是他们叫牛车水 然后他们有这个gay business 但它属于一个灰产 就是他们是利用当地 对于这个华人 从事这些服务业 然后旅游业的这些 叫什么 就类似于政策优惠吧 然后他们就用这个 在当地就会发展这些 有点地下的 像这个gay影院啊 桑奶啊 这些这些这些产业 然后呢 他们就是有一个概念 就是关于在这个地方 有个glocal querying 就是这个地方 他一个是迎合一些全球化嘛 然后一方面呢 他又有一些本地性 特别是这个华人男性的一些特征 因为当时这个他们的 也是在去迎接这些 因为他是作为一个 全世界性的一个gay business的 gay traveling的 这样一个产业嘛 所以呢 就是他会去迎合一些 白人男性 对于这个Asian boys 的一个想象 然后呢 他们就是变成了一种 racialized gender 就是他 既带有了这种种族 和族裔烙印的 然后还有一点点 刻板印象的想象的 这样一种 gender imagination 同时呢 因为他们的 这个gay business 他有这个sexuality的 这个面向性嘛 那同时呢 他又展现出了一种 是这个gender的sexuality 就是比如说 他会相对这个白人男性 他会显现的更为 阴柔 鲜瘦 这样 更为白净 然后呢 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关于这个 racialized gender and gender 的sexuality 在Winterhand的那一本 关于这个 gayation 就指的是 gayation in America 它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关于这个 sexuality和gender 的一个想象 它同样带有 这个种族 和族裔的烙印 然后呢 就是他们 同样也 这个凝聚着 对于这个 globalization 的一个想象 所以这个是 蛮有意思的 也不能叫有意思吧 就是 怎么讲 蛮有意义的 一个现象吧 我到时候 我换回那台电脑 把那几篇文章的 那个名字发过来 Hory老师 是不是研究了 很多这个 gay的移民 然后还有就是 他们在医美行业 还是非常的 就是 比较up to date的 然后也在 很多时候都会 通过改变 自己的身体 像健身 或者医美 好像在这个 gay culture里面 也是一个比较 普遍的 这个 这个现象 是吗 是的 这个 关于医美和健身的 更多的是 我自己的 informal的observation instead of 我的 这个 research的 formal的data 但是确实感觉 对于 对于body的 一些追求 一些 standard of beauty 或者是 attractiveness 在这个 gay的群体里 感觉 比 比如说 在 lesbian的群体里 好像更加的 pronounced 比如说 就至少是 stereotypical 感觉像 lesbian的群体 更多的是 这个学历的追求 然后 这个 gay的群体 更多的 就是很多 对body的 要求等等 我们要不要先说完 conclusion 部分 好的 那最后 tori来总结一下 这篇文章的讨论 所以呢 这个文章 它 就是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视角 然后它是一个 linkage between sex workers macroembodied practices and macro shift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n's recent economic ascendancy 就是把这些 非常细小 非常 微观的一些现象 从身体 出发的一些现象 联系到了 宏观的经济 和整个 在 这种 西方 vs东方 这种 经济霸权 政治霸权 等等的 这个context下 的一个 global order 把他们两个 联系起来了 看 微观的是 怎么反映了 宏观的 然后与此同时 微观的 这些现象 也是 contribute了 这些宏观的 ships 比如说 他在那个 书里面 有提到说 就是通过 sex workers 他们不仅仅 是在服务这些 而且更多的是 他们也是 就是吸引 这个FDI 吸引 外国投资 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因为他们 因为比如说 两个 就是 一般是男性 就是 越南的 高官的 男性 会把这些 foreign investor 带到这些 sex bar里面 然后给他们 一个很良好的体验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就更有可能 去投资在 越南的经济 所以这些 micro的interaction 和这些 embodyment practice 它也是 间接的在 contribute 去越南经济的崛起 和对于 这个FDI的吸引 等等 所以这个是 互相的一个关系 然后呢 这个 sex workers competing technologies 这些 sob embodiment came to represent the changing dynamics 在100年前呢 就不会有这个 所谓的 pan-asian modernity 的这么一种 想象 而是更多的是 单纯的 可能就是 对这种 European womeness 就是单方面的 一个 模仿吧 对 然后但是呢 现在这个 西方霸权 在逐渐的 被挑战 然后这个 Asian的 modernity 也成了一个 比较重要的 force 然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technologies of embodiment in the context of neoliberalism calculation to embodiment 就是刚才说的 就是他们通过 自己对于 身体的改造 然后通过 对于自己 呈现一种 什么样的image 它都是一个 非常strategic的 calculation 它是充满了 这个 很多choice 它是不断的去 当然这个 绝对不能说 是free choice 至少我不觉得 这是free choice 但是呢 至少它其中 包含了很多 strategies 然后这个也是像 对于 整个neoliberalist neoliberalist subject的一个 想象吧 就是在这种 新自由主义的 环境下 这个power 这个权力 到底是怎么operate的 它是通过个人 个人对于自己的改造 来 就比如说 现在很多 self-help books 然后 我们要看各种 therapist 然后要通过 改造自己的 各个方面 然后去把自己变成一个 更competitive 更profitable 更怎么怎么样的一个 主体 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 政权下 所以这个也是 更有 有潜入身的 对于neoliberalism的一个讨论 其实 通过embodiment的视角 对 真的 感觉这个改造还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 它就是通过 就fix自己的body 或者自己的这个 这个mental health 像各种什么therapist 然后又很贵 然后但是你又得去做 然后就是得 就是所谓的就维护自己 就是这个心理的健康 然后这算不算是一种 就是情感上的这些 所谓的healing 算是embodiment的一种吗 对 这个绝对是 这个也预告了 我们之后的讨论 就是对于emotion和affect 我们就会讨论到这一点 就是对自己情感的掌控 各种therapia也好 还是这种emotional work 等等等等 它都是 情感也是body的一部分 就是 就是整个对于自己的改造 应该成为一个 怎么样的ideal subject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competitive 还期待这个 关于情感的这一期的讨论 好的 那在进入最后的自由讨论之前 让Tori老师再来 介绍一些additional readings 好的 这个我放了三本书 这个in case大家觉得 一个读量不够 这个第一本书呢 就是这篇文章 它之后 它发展的这个book project Dealing in Desire 然后这本书里面 Technologies of Embodiment 我记得它是 好像这本书的第四章 还是什么 反正是作为一个chapter存在的 然后它 大家如果对这个 我们刚才讨论的内容 有兴趣的话 可以把这整本书都看了 它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视角 和更多detailed observation 然后第二本呢 就是 The Managed Hand 就是它也是 它讲的 instead of 这篇文章 更多讲的是sex work 然后呢 这篇 第二篇 你跟康的这个文章呢 它讲的是 就是在纽约的一些 Nail Salon里面的一些 interaction和对body的work 然后在这个 在这些embodiment的practice中 race和gender和body 有着怎么样的关系 比如说白人的 也是白人的客户和 他刚观察的 应该是韩国的一些 Nail Salon 然后这之中的interaction和对body的modification 通过指甲 Nail的work 是怎么展现出了body as a labor and body as a site of racialized and gendered imaginary 然后最后一本呢 就是Berdue的另外一本书 我觉得也是 就是expand了很多 比如说他对于 比如说在这篇里面提到的概念 symbolic violence 还有到底是什么是symbolic 还有一些他其他比较重要的概念 什么capital啊 fields啊 等等habitus啊 等等等等 都在这本书里面有 比较具体的讨论 就是 当然Berdue有很多其他的书 大家都可以看 但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 它就是还是有挺多 关于这些概念 和我们的社会生活 有什么样的联系 是一个比较好的入门的书籍 今天的正式讲座环节 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下面就是自由讨论的时间 然后大家如果 有自己的agenda的话 也可以先撤 不然的话 大家也可以聊聊天 感觉一下今天的这个 学习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我们两周之后见 我会在今天或者明天的时候 把下周的 下两周的这些阅读材料 发到我们的公众讨论区 然后也会 对 鼓励大家来阅读 做好这个提前的阅读 也可以更好的帮助 之后的讨论 大家多来发言 感觉大家这个 可以多participate一下 多share一些personal experience 谢谢大家 我来继续提问Tori老师 我就很想知道的一点是 这有什么突破吗 我就是感觉 读完了很久了之后 觉得这个突破在哪里 就感觉一直在被 symbolic violence压制 就我说自己是女性的话 她就是也是这个 weak people using weak tools 我如果要去 就是disclaim我女性的身份 然后想要embrace这个 比如说我今天说 自己是个真男人 这感觉就是在symbolic violence 层面上赢了 但是她又是 唾弃了我自己女性的 这个整个的 living experience 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困境 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困境 怎么样无缝 比如说有什么按钮 我说无缝衔接 今天我按一下成女的 明天我想当男的 我在 就是上一学期也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body的改变 它不是 就是它是rigid 而且甚至是one way的 而这是不是就就用这个marketing的这个material 它就没有这个liquidity 你就没有liquidity 然后就就形成不了这个权力上的equilibrium 嗯真的回到 对我觉得这个关于body的改变 它是rigid的 它对它它不仅仅是body的改变 就像上期讨论那个关于transgender的 就是body的改变 就是我们这期讨论的 比如说像 Bardew说的 它很多时候 它是一个embodyment 它不仅仅是body的改变 它更多的是 就是我们整个的认知啊 然后还有社会结构 它都是aligned的 所以 即使按一个按钮说 我今天是女的 然后明天突然间有了男性的身体 然后从外表看不出来 我是完全就是我 外表看出来 我可能是百分之百的男性这样子的 但是不代表说我的内心 然后我的一些practice 我的一些embodyment 就随之改变了 它更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深层 非常 就是gender 它也不仅仅是body嘛 所以 这个cognitive structure 然后还有这种world view啊 然后这些感觉都包含在里面的 所以 我也不清楚能有什么很快的突破 或者是有什么一定干的事 什么事情你干就一定可以达成某一种outcome的 感觉更多的是一种struggle吧 for your world of making for fail 对就是要fail 要experiment然后要struggle 要go back and forth 什么进一步退两步这样 所以 yeah I don't know 我看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看Birdieu在后面的两张 他提到了就是近期在二战之后的 这个女性大规模的参与了很多的生产 然后就虽然就是还是在这个没有这个同工同酬 但是至少还是就是参与到生产劳动当中 所以就没有在过去那么被客体化了 所以对特尔老师提问是特尔老师觉得这个trand是一个upward moving trend 还是只是一个就是sinusoidal的就是一直在up and down 然后就是在无限的挣扎的这个过程呢 我觉得如果看过去的一百年感觉那肯定还是至少在我们所说的从关心的这些议题上肯定还是有很多很positive的social change的话 就是不管是就是感觉但是很多时候感觉这些social change也都是一个product of contingent historical force 比如说什么二战之中那二战的本身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什么gender equality这种的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经济capitalism等等等等 他带来的一些就是un intended consequence更多的时候是 当然也有一些很intended的和deliberate的effort 比如说像一些me too social movement这种 他就是很concerted的一些effort 然后是女性发起的 然后就是一个有一个clear的goal和intention in mind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发展趋势肯定还是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乐观的吧 但是就是这种也很难从就是theoretical的角度来predict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趋势 不然的话就变成了就是那种meta theory 比如说马克思和黑格尔的那种对于整个历史的一种观察 然后也被印证是不准确的 所以感觉在这个postmodern的阶段就是 就是更多的是embrace fisher and breaks and discontinuities Perry老师觉得这个作为activists 我们有什么可以积极的去推动我们想要的agenda 在这个社会环境里面实现的这个可能性呢 感觉我们已经在推动一些比如说queer world making 然后还有这个 I don't know 就是从这些小的地方做起吧 至少让大家了解到比如说啊这是symbolic violence 不是什么这个我们应该去骂那个精神男人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可能是更productive的一种推动社会改变的一些方式吧 当然有很多其他可以做的 然后那这个效果肯定就没有 比如说从国家政策 从legal或者是从一些很macro的层面去改变来的快 但是至少是something we can try yeah I don't know 可能每个人心中也都有 就是觉得可以做的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都可以试图把它们materialize 我看郁爵老师分享了好多paper 郁爵老师来上点课吧 我帮我们摘耳机 这些paper其实就是我刚提到的 就是它关于这个 visualized gender and gender sexuality 那些补充的文章 然后就是我接一下刚刚Tory老师提到的 就是关于我们如何去make changes 就是就怎么讲的 特别是materialize 就是把它落实到一些物质上的 特别是你们的这个社会现实中的一些措施 我就是想到的一个案例 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这个问题 可能现在提比较sensitive 就是我们去看它的这个 如果我们用这个布尔迪厄或者说是用那个Galton 他们的这个关于暴力的不同的结构和表现形式的一个分析的话 就是在农村地区啊 它是怎么样 就是你妇女的你的一个婚姻状况 可你能否成为土地权的所有者 是直接挂钩的 它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说他们当地的习俗 应该指的是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嘛 他当地的一个习俗就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如果你这个女性她嫁人的话 哪怕你的户口没有迁走 你没有更改你的居住地 但是你不再作为一个村集体的一个 这个土地的所有者 土地分红 比如说你城市化争地 土地分红没有你的份 那么我们所谓的这个simbolic violence 或者说是cultural violence 指的就是这种基于女性的婚姻状况 或者说是可能的婚姻状况 因为它存在的到了婚姻年龄 就是该结婚没有结婚年龄的这些女性 他们也排除在这个社会资源分配的这个资格之外 那它实际上就形成了一种cultural violence 就是所谓的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这是一种cultural violence 也是一种symbolic violence 那么它在这个直接表现的形式 就是当女性一出嫁的时候 就直接暴力的表现形式 就是当女性一出嫁 你自动被视为这个村外人 你不是村集体的人 你不能获得这个土地的所有的权利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男性 哪怕你结婚了 你也可以获得这个权利 对吧 18岁的男性可以申请宅基地 18岁的女性 哪怕你没有结婚 你没有婚约 但是你默认你未来你要结婚 那么你就不能申请宅基地 那这样的话就是直接的暴力嘛 那么它系统性的暴力是什么呢 就是它把这个妇权 集体化的妇权 通过它村民会议这样的形式 把它变成落实起来了 他们就是村民集体会议 基本上这个所有的这个村民代表都是男性 然后他们举手一投票 说同不同意把这个外嫁女的这个土地都收回来 然后那些男的都举手说同意 好 那通过这样一个形式 那就决定了 决定了之后呢 就把它写入村规民约 就变成了一个落实到这个具体的法规上 也不能叫法规 变成一个村规民约 就是他们集体同意的一种契约的形式 那就变成structural violence 那现在怎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如何去争取改变呢 那么它实际上 从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啊 因为他们的这个农村要征地嘛 最开始从广东啊 从这个广西这些地方是表现最为突出嘛 那些地方呢 就有这个农村的这个外嫁女 他们就去争取我们这个土地权啊 那他们就有一些上访这样的行动 然后他们就推动一个事情 就是希望通过国家法律层面上来确认 这个女性 无论你的婚姻状况如何 只要你的户口在你的所在村 那么你就是这个村集体的一份子 你就应该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 那么这就是他们在去争取一个这个物质化的 一个反抗这种性别暴力的一个办法 就是他们会 比如说他们在宣传层面 他们会跟当地的互联 上层的互联去联系 说我们要破除我们当地的这个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这种singholic violence 这种cultural violence 就是从文化层面上 那如果从他们的这个实际上的 比如说争取立法 然后去上访 这样的行为呢 就是在反抗他这个directional violence 和这个structural violence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例 还是蛮有启发性的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right advocacy的层面 从立法和政策的层面 然后去反思如何去修正一个 基于性别的这样一个singholic violence 玉璇老师带着我们去修正法案吧 我们一起去抗议 我们上一期的这个advocacy workshop 然后还请了Tara Black来分享了 怎么样在美国做advocacy 感觉在中国又很tricky了 你说 我也是在那个小红树上面 看到有人分享出来 就是说9月26号的晚上 七点半到九点半 就是有一个关于那个 机会与制约 中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法律动员 也是说那个外嫁女的相关的东西 还有就是讲解就是当初外嫁女的土地权案的当事人 就还有其他两个律师都是女性 所以我觉得这个讲座应该也是挺好 就是能不能直接在那个 多发多发 多在群里发 哦那个comment里面直接打那个 好呀 sum的会议号可以吗 好呀好呀好呀 请多分享 好的好的 这种好的内容就多来分享分享 大家一起学习 好的明白 所以Tori老师觉得我们可以用 master's tool dismental master's house 什么Tori老师是不是要critique了 没有没有 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我 我觉得那那在没有什么其他的tools的情况下 那也只能用 whatever 在 dismantle 至少比就是不用 至少比就是不dismental要好吧 至少可以 对就是让 master's也意识到这个 他们的pool也是可以被 我们使用的reclaim的这种 不管是词汇还是 什么的 我觉得其实现在很多时候也是在用master's tools bismental master's house 没有什么东西是完全百分之百自己自创的 他 他所有的创作肯定都是有 有一定的continuity based当一定现有的structure的 所以说 嗯 所以说就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也是master's tool的一种延伸 即使看起来可能是自己自创的一些tools 所以也不是一个绝对不能的 至少 Bordio的理论真的好强呀 好期待之后的阅读内容 那我们今天要不先到这儿吧 点点老师快去睡觉吧 点点老师晚安 那我们就两周之后再见 谢谢大家听完了快三个小时的这个seminar 大家好好读书 我们之后再会拜拜拜拜 大家永晚安